大家好 这里是跑火车 Cope Nana 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今天我们请到了 这个江浙户包游天团 来 作为我们这节目的嘉宾 来介绍一下 大头 大宝 韩罕 还有开特葬 来到 很高兴来到跑游电台 很高兴 我是大头 我以前听过这个节目 还不错 我是宝哥 对 我以前很想被他们打电话 我是韩罕 然后就告主 对吗 六个人面面相告 然后说什么呀 有没有一种纠战缺调 等一下 等一下 声音怎么变得 我们谈音台最近有点问题 对 因为穷 对 所以说大家到时候给我们 众仇一下 对 难道就后话了 对 所以我们就 从来不修这个谈音台 就是为了让他节目 录音的时候能坏一下 为什么为什么感到我呢 每次都感到你 接篇就是你 好 今天我们前面是 开头来个反串了 实际上是今天 小火总和我们的知名哥哥 李叔今天来到杭州 对不对 对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来到杭州 欢迎一下他们两位 来到跑射电台 一曲功 为什么半天 他们自己两个人在鼓掌 这个电台我以前听过 对 然后我特别希望 能够被打电话 又打过来 终于有一天你被打到了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从北京跑到杭州来 对对对 大家一个 大家就听一下 之前的某一些 可可不达的 说辛苦你输 对 暗恋这件变态的小事 对 一个漂泊在深圳的李先生 对 前五个全部聊暗恋 有一根聊变态的 就你输 对不对 大家不要在早餐时间 听这个节目 黑兔的 晚餐也不要停 好 今天我们真的是 我们叫什么 搞急已久 这微信上面 阳气点 Cross over OK 发戒 发戒好听 就我上次在那个 李叔来到跑射车之后 打了个电话以后 都挺有留言 是说 就说那个次元已破 打破次元了 那个自己喜欢的电台呢 终于有了一个交集 有了一个焦点 有了一个焦 对 我们都是钢焦的朋友 这个很疼的友谊 不是一开始说 你们不要那么 我们好好做节目吗 不是 我只要到这儿以后吧 就完全抑制不住 客衰主编 肉香衰俗 本来你们 你们日谈公园 是很正经的节目 对不对 对对对 都有个日的节目 能好 日谈可以的 日晚谈 好 那我们今天回到正题 对不对 既然李叔是我们之前的 Coco的一个 一个听友吧 听友 这么个角色 那今天呢 李叔也是说 那不行 那我来到跑射车了 我怎么也得做一期 Coco不难 才赚回本 所以说在昨天 我们两个电台 从昨天开始 日谈公园的微信 跑射车的微信 都已经发出了一封 那个我们的 这期Coco的主题 对 主题呢 是让你聊一聊 一个你生命中吧 一个改变最大的一个人 对对不对 要听一听你们这个故事 好吧 那我们要不然 就现在开始打电话 好呀 OK 我们这样子吧 我们的次去是 跑射一个 日谈一个 跑射一个 好啊 可以啊 好 没问题 好 那我们来 先来搞 搞一个 先搞 先搞一个 他说 他的故事 完全真实 没有一点夸大其次 他身边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发小 小时候家里 就是大富大贵 后来家里破产了 父母离异 然后爸爸妈妈都不要他 就都不要他了 然后自己 自己一个人 带了800块钱来杭州 五年 五年之间 现在身价几百万 开了四家公司 利不利值 就想想拿钱砸到我们 是吧 今年27岁 之前都是那种 天天混我妈打游戏 现在就是举手投足 27岁都是总裁 哎呀 江泽库啊 真是 包邮吃了不起 对吧 好 我们来打这个电话 好 不是可以打给他本人吗 直接要要钱 先 调音台坏了 对 调音台 喂 难道你 你个门给错了吧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再不知道我要挂电话了 那可不 几个亿呢 没有打错 几个亿我可不敢挂 好 我刚才那个简单的复述了一下你的故事 等一下 我抽根烟冷静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 没时间等你抽烟了 你事后打完事后再抽根烟 我跟你讲一下今天除了炮 之后还有日坛公园两位在了 今天就是你来给那个北京的朋友讲一下 我们江泽库一般是怎么 支付的 怎么make money的 他也不是炫富啊 就是 他现在就是一个很正经的生意了 之前的话 我小时候跟他玩的时候 家里那时候他家里条件很好的 基本上算我们那个地方数一数二的 你家乡是哪里的 后面他 后面他老爸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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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 不是赌啊 是赌 赌啊 是吧 对 你家乡是哪里啊 家乡 我 那个浙江的 浙江渠州 啊 渠州 继续 然后那个 后面 后面他就那个了 就 家里以后 是被他老爸赌破产了 嗯 对 然后嘛 他赌破产以后嘛 就那个 那个 那个离婚了嘛 老爸老爸离婚了 他把他妈都不要他了吗 儿子 就当时什么意思 对 为什么不要他呀 就是 好歹会跟一个呀 对 他他他老妈是 他老妈是那个 直接跟另外一个男的跑了嘛 然后 对 对对 然后然后他老爸妈就是被那个躲在跑 又跑 也跑路了 也都跑路了 哇 这也太惨了吧 跑路 然后他一个人怎么活呢 你是 对 住哪里呢 一个 他他一个人 他当时是找了一个 我们地方小了 那个地方住房便宜 他就找了一个那种第二次的那种单间 然后300块钱一个月 找了干了干了个网管 哦 那他多大 那他年纪还不小了吧 那时候 他那时候读高中码后面没人学费都没人给他教了 他就辍学了 哦 就当网管去了 哇 哇 那真的有点 然后他那时候是一年一二年的时候 他当网管一个月能拿四五千 我们那一帮朋友啊 只要去他那家网吧上网 从来不用掏钱了 因为他好像是破解了他的网吧系统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里面的钱嘛 后台里面的钱他都可以自己挪用的 你是在讲这个 四五千 这么来的是吗 他到底怎么赚那么多钱啊 哎呦 这一听就是一个挣酒商人 然后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是每个月挪 每每个礼拜挪一点 他会挪不多 挪一点挪一点挪一点 让他自己的转金 那时候买了一台iPhone4 一到网吧上网 人家看他桌上放了一台iPhone4 人家说 你这是高榜的吗 什么什么的 那时候不是有什么 那种998就能买 双卡双带的 后来那网吧老板破产跑路了吧 后面我妈老板发现了 然后就就 那个我妈老板也是我们当地的 那个那个就是放高利贷那种吧 也是那种有点 你们地方挺厉害 不是 后来我妈老板一直跑他 一直走他 然后后面他就跑路了 跑到好路来了 他也跑路了 太好了 你那讲一个全家都跑路的故事 他那时候跑路了 后面就是来杭州以后 反正那时候他 他是问我借钱了 我那时候借他500块还是1000块 我忘记了 然后那时候我跟他一起跑到杭州的 你也跑路了 不是你跟他跑什么见 我那时候刚好是高中 高中的那个毕业那个暑假 然后刚好跟家里闹别扭 然后就跑出来了 对跟他一起 你们当地有跑过那个习室吗 不是不是 这是真的 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天 第一天跟他去杭州的时候 住了一个60块钱的宾馆 那这在四季星旁边 那边有 那边有 这个我清楚 这是哪年 不是不是宾馆 是旅馆 旅馆 现在应该已经拆掉了 那一代的话 那一代是哪一年 11年12年的时候 具体哪一年 反正肯定12年那两年 OK 就当时我跟他逛了一台 全部报价是报90 80 最后70的也有 最后我跟那老板 我们俩还价还到60 应了三个块钱 住了一晚 然后那个 被子都是潮的 你知不知道 改了一个爱情故事了 出来就开放 然后最后 最后反正就是在杭州 反正我跟那一人出了一半 出了四百块 那时候出了个八百块的 反正我还记得很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找房子的时候 找到那个 风华府定 你们住的 可以高端住宅 是高端住宅 对 找到那边去 然后那个保安 把我们两个拦在外面 扶到我们进去 然后他那个时候 说了一句话说 昨天一天 老子要什么 就是那种 要要的那种 后面 后面反正我们就有那个 就就那个 那个 反正我就读书去了 然后他就留在下留在杭州 然后工作 对 然后后面就是 他是什么 他他是也是比较厉害的 他是 只要有一个 只要有个东西他去做 他就会去研究的东西 然后他那时候 反正现在的话 他是一开始是做那个股票的方面的 哦 那里面钱多 真的 对 就是在那里面捞到钱了 他这个 他这个 连本金都没有怎么做股票啊 啊 本金是这样的 他刚好是第一次股票的时候啊 他之前在其他公司当那个主管还当经理 然后 呃 那时候那个那个老板的话是基本上全面不在公司的 整个公司全部被他管了 然后 然后 然后他又破解了什么对吧 哈哈哈哈 你你什么不想的预感你说吗 你说呢 哈哈哈哈 老板不在他一个人吗 然后后面他他他那个他那个当了一年反正领导以后的话他下面那帮跟了他呢吗他他他关键是比较会收买人心的 然后他那帮人都说对你你你你跟着这边坐也都是老板给我发提升发工资的 那我们跟了你这么久你去不如说自己出去呃开公司那我们跟你一起 你你你去出去开公司我们就跟着你哦 就把别人团队给搬了对吧 呃对 然后 现在现在他 比较牛逼的是什么就是他之前老板也混得很好然后直到他出来单干以后本来他那个老板又想弄他 然后后面 哈哈哈哈 这回不好 然后后面他往上面老板上面那包人全部都拉走了就是他老板那几个得力干将啊就是嗯 嗯跟着他六七年的经历也等现在跟着他当当他下面的经历了之前老板哎对 然后然后现在他怎么呢他现在就是呃跟着老板说我这边不管怎么样我是你就是带出来的学生吧我是你之前那对对对下面的人那我这边不管怎么样我每年给你10%就是我这边占多少我10%是你的 哎呃那这个他那个老板对吧把他之前的人全部挖走了那也不好弄他因为他每年要给他10%了嘛 现在老板回老家了回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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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跑路了 不是不是老板回老家了这边他这边没人了对不对是啊对哇厉害了给我10%我也回去了 哈哈哈 所以说你你觉得你这个朋友他性格什么人变了吗还是说只是他的钱变了 性格也变了之前的话跟他在一起真的很轻松的从这从小一起玩到嘛嗯到现在我跟他在一起玩就是说会有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是吧嗯嗯 霸道总裁就给给了一种会会怎么他是比较有魄力的那种啊就是会会给我压力那种就是跟他在一起玩就是有那种气场你知道吗是真的有的 气场这东西之前他们说这种小说看东西他说有别人有气场都觉得这种东西扯淡现在感觉真的有了 说说你现在怎么呃看待你们俩的这个友谊呢因为也是一起跑路的关系嘛对吧对对你说当年要不是你跟他共探一间房对啊房 可以负负责书他好像都混不下去对不对嗯公司股分离分离一半吧我不是在挑拨吗哈哈哈哈我要是有有有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估计我现在做的比他还要大啊啊有那那那他没有邀请你到他公司去工作吗对当当他我现在就在他这边工作啊哦等于说他是你老板对吧现在老板兼兼兼那个兼朋友啊啊啊对那你觉得有压力是正常的啊对啊 不是单身的朋友关系啊他是你老板你要知道一点帮自己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就是又平常工作方面的时候他要皮靠着盖脸的骂你而事实上你跟他吃饭的时候你要跟他就是普通朋友这样感觉有些时候真的感觉人格分离一样哈哈哈哈哈哈我也在压力本来真的可能会有这一种比如说你发小真的玩得很好很好以前觉得啥也没有 这时候当然很好突然有一天他发起你老板了我靠这个好像就有点奇怪但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其实你要想清楚他现在就是你老板对把发小的事忘了就完了对公是公司公是公司是私嘛对吧嗯嗯对这个这个这个知道的就是公司跟明得清楚但有些都觉得这样哦感觉有点变态对平常工作的时候就是谈工作私下里的时候就是周末的时候又又跟朋友一样的感觉就是要切换人格一样的对所以说现在的话 真的朋友里面改变最大的就是谈了嗯嗯就是对你对你对你也有对你自己本身有很大的影响我感觉啊是嗯分裂了吗不是那我们给你的建议刚才李叔给你的建议呢就是说还是把他当一个老板看嗯对吧那份情呢就藏在心里就好了我现在有一个不过怎么决定的一个想法你说说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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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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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边我自己心里也清楚 我应该帮他赚了不少钱 那不就挺好吗 对 他是经常怎么说的 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说朋友跟你在一起 那朋友如果说超过你 其实有些时候的话你也希望跟他 不要说超过他了 你也希望跟他一样 对不对 那种意思我有可能阐述不是很明确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他一开始一家公司对不对 我在他下面认 那包括我后面的话也是往上爬了 等一下又开了四家公司 那我跟他的差距拉得更大了 这样的话会引起 我如果说我平衡 那是不可能的假话 那我肯定是有一点不平衡 但是我不会 但是你又想一会 你朋友这个经历 其实我觉得不能复制 或者说他其实也在走的是有一点偏 说实话你今天讲出来的话 其实公安局是可以抓他的 的方式 用这样子的方式获得的成功 或者说他可能你觉得越来越大 但你有没有胆量 或者你敢不敢担这个风险 毕竟他家里面是没有一点点就是包袱的 他现在家里面是没有人的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你想明白这个事 就是说不要在这个上面进行对比 你本身你们的境遇就不一样 你们的家境也不一样 情况也不一样 并不是你们俩起点一样 最后的成绩一定是一样 这个事说的非常重要 对 就包括咱们拿那个篮球举例子 你们俩比如说大学是一个球队的 进了NBA之后可能身价差一百倍 都很正常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能位 有自己的这个运气吧 对 这个我也问过他 他说他是没有退路的 他说如果我没有退路 我也可以做到他这样 因为他一路走过来 他是没有退路 他只能就是往前走 因为他一样有退路的话 后面老板得上来弄死他 对 而且他是越过来那道线 在赚这个线 因为他有时候 他其实他参谈那些风险 你没有承担了 说白了 也有这个可能在了 对 好 就是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那么多了 做事是做事 朋友分的千块 这是我第一次上一个节目 好开心 好 我们平复一下你们的心情 等你赚到了一个亿 再给你打电话 给我买个调音带 等到一个亿的时候 我要收购你们 我要收购你们 好收购 可以亿 一百万就可以 太便宜了 那我们先聊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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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个真的怎么讲呢 这朋友也厉害 过程很精彩 然后结果呢 就是值得深思 就是我发现其实 在很多朋友相处过程中 大家捞一种观点 就在于说我们原来是朋友 我们原来是以某种方式相处的 我们就要永远这样下去 但这个是不现实的 对吧 比如说一个人他很努力 一个人可能没有像那个人那样去努力的话 你们凭什么能过上一样的生活 天赋努力造化都不一样 对 而且他还提到他朋友的话是变化最大的一个人 他朋友自己都变化那么大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会跟着他自己的变化 就是他朋友的变化 他们的关系会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们其实不算是合伙做生意 只是你去你朋友公司工作而已了 对 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你看中国合伙人那个电影 他们就还一起创业的闹到最后 最后对 对 那你更别说这种 比如说我去你那边工作 我们觉得不一样吧 而且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如果从他那个朋友的角度讲 他愿意让自己的好朋友到自己公司来工作 其实是要很大勇气的 对 因为你要协调你们俩人的关系 我可以不让你来 因为这份工作如果不是你来做 也不见得别人都不能做 对吧 对 但我竟然想得让你来 其实他自己也要承担很多的这种决定上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还挺了不起 好 我们来 我们看日谈组的电话 听完江浙户的故事 我们来听一下 我来念一个 听听我S大头了 他说要不要听听我儿时的小伙伴 如何从只会用强生宝宝润肤乳的学霸乖宝宝成长为 号称小范冰冰大胸漏乳28线 小明星的故事 28线明星 这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改变的故事 对 这是一个改变的故事 这个听上去好像还挺劲爆的 好 我们来打一下他的电话 他有个发他那个范冰冰照片过来 给我们看一下 对 他不发照片 打电话叫他要 对 打电话叫啊 Coco Good Night 喂 哈喽 哈喽 是李叔吗 我是李叔 声音好调美 为什么他们的电话进来就是这么温柔呢 应该不认识我们 节目的调性不一样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对 在我身边的是这个跑火车电台的啊 江浙护天团啊 对 惊不惊讶 惊不惊喜 开不开心 大头宝哥 韩寒 还有开特 哎 怎么没人 怎么没人和那话 第一韩寒是最近结婚了 对 结婚结婚 送了一个七顿 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谢谢 然后还有一位是你一定也很熟悉的啊 小伙子老师啊 说打个招呼 喂哈喽我一直没说话啊 小伙子老师 什么情况 两个人好像很哭了 看一下什么是魅力啊 看到雨夜了 哈喽你好 正月了 看到你的故事我们觉得还挺有兴趣 因为他那个范冰冰什么大家都很喜欢 对 这照片呢 您不发照片 我们他们都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对 发照片呀 可以啊 但是最好是不要你不要说出来那个人的名字 因为我觉得尿好像不是很好 那当然了 我们要范冰冰就好了 简称 对 来来来来 他好像是 对 他好像是他们公司发的那种通稿 是按那个小范冰冰的那个名称出道的 哦 还签公司了 那比你说的28线 那肯定不是28线 可能要高一些了 起码8线 对 来 来讲一讲 讲一讲你的故事 嗯 他是我们我初中的同学嘛 初中的时候就是一个班的 当时他是嗯 其实是非常乖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白白尖尖的 我现在还有印象就是 啊 一次考试吧 考试考试 然后我们还在那边聊什么古文 这个词 那个词 那怎么翻译 就是我还印象 是那种感觉 这个学霸嘛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他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感觉 然后 我们聊 就是女生 跟你聊天 然后那种 用什么化妆品 他就说 那不用别的 就用强身的 那个音乐露出 他妈说用那个 然后他就一直在用那个 然后这个我也印象很深 所以我就写出他一词了 不过我好奇一下 初中女生 就是正常的初中女生 用什么化妆品 不应该用这个吧 对 我 大家不是都应该用这种东西的吗 先请问一下 您是90后还是95后 还是跟我们差不多的 90的 90的 那你们90年 你说吧 说那化妆品什么 我都很懂的 对 宝哥也懂的 非常大宝啊 那个时候比较流行 应该是可灵可力吧 那类的东西 都懂啊 都知道 可灵可力 我就吃到花露水 全都不知道 全都不知道 花露水那也不是化妆品 不是 可灵可力 他我们觉得是用 根本有能去痘的 什么之类的 起灭了 他也有那个美洲的牌 我的印象大概是这样子的 其他的有什么 我也 其实我也 年龄有点大了 吃不太青 总之就是和这个 强生婴儿润妇虏 可能还不太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呢 后来你们都一直有联系吗 你们在这些年的过程中 小姐妹 我们是 就是初中的话 不是要考高中吗 然后我们就是 也是一起考在同样一所高中 然后这时候就有分界点 因为他的成绩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的成绩很烂的 然后他就是 他是那种 以前有分那种 呃 就是实验班 就是重点班嘛 重点班 那种理科的重点班 就是那种成绩最好的 那一拨人的一个班 嗯 然后我大概就是那种 后来就去学画画了 就是那种 啊 他是学霸 你是一种生 对 一种生 学画画的 对对对 学画画的 嗯 后来就是我会 我来杭州这边学画画嘛 然后就是高中的时候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 没有怎么联系到他 或者什么 嗯 然后就是高三 不是回去还要上课吗 嗯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 就发生他人整个人就 画风就变了 啊 高三的时候就变了 我们当时是不让我们 留长头发达女生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是 他是重点班 但是他把头发留下来 就是 嗯 有 跟别人都不一样 他那时候 长得很高啦 然后 呃 可能就是 有一个少女的那个样子 反正跟我们都不一样 然后 你们 你们是阿姨对吗 会有一种那种女神的感觉吧 女神了 笑话 对吧 气质出来了 那他那时候化妆吗 估计是会有一点点 我还记得一些事情 就是呃 就比如说他经常会被老师 叫到那个 叫到出去说 你不要这么 呃 就是这样打扮 就 嗯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才听他们班上一些朋友说 他 就是 很嗲 那个时候 非常的 嗲 就是 呃 毕业的时候 我们大家有聚会又来了 然后就是 高中的时候 那些男生 呃 好像就带他是小朋友 没有这个 没有怎么理他 然后就是 嗯 高中聚会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向他 要跟我们的电话 要去 那是真的很好看了 对吧 就真女神 真笑话了 是吧 真的真的好看了 你看你们这些表情啊 哈哈哈哈 这个意思不了 你知道初中的吗 就想想高中那会儿 就是就是想要电话 想要照片了 是吧 嗯 然后你是 然后呢 然后他就考到北京了 考到那个 传媒的 好像传媒大师 好像 有没有传 对 这成绩是蛮好的 然后就考过去了 说明成绩也还不错 对 你那间的声音 有一点点听不太轻 没有没有 我们在感叹感叹 成绩又好 长得又美 完美 所以说你当时 有有比较嫉妒他吗 肯定会有啊 又长得好看 成绩又好 像我这种 就是压得死死了 所以基本上 没有联系他 但是我会暗暗的 暗中的 看他的人 关注他 暗中观察 人人动态 校内网 对吧 然后呢 到哪一年 他就变成了 像你现在说的 那种 范明兵 什么签约 这种什么公司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好像是 大三 大二吧 他那样就开始 好像他自己有了工作室 然后就开始推他 他大学是 一开始是 好像是做了平面的摩托 然后做车模 什么的 带了那些照片 哇这就是胸大 那种 特别好看 真的 当时不是有海天训验吗 你看你们有个表情 海天训验是什么 我不能认识 但是是我的朋友说的 他当时 他去之前有跟他说 就是小饭店有跟他说 他要去海天 去三亚那边 有什么东西 然后之后 过一段时间 那个好像 大概新闻爆出来以后 他就 慢慢就是 不讲这个事情 你说 你是不是觉得 他可能就去了 那个海天训验 对吧 你可能 这个无谓是 听说我不敢乱讲的 但是 大家都这么说 毕竟可能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一个女生 如果长得漂亮 如果他在混这个圈子的话 都会被说这些事情吧 如果他自己稍微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 出一点小问题 人家都会讲很多的 所以我其实挺好奇 在那个阶段 你对他的印象 是会比较负面吗 会觉得说他 为了当明星 然后去参加一些 好像口碑不太好的活动 或者是觉得他 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一个让人 看到之后 让你觉得很不爽的一个状态 肯定啊 其实是啊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出来的 出生的 然后她又是什么飞机 又是什么 去这里去那里 也可以拍妹妹的照片 就会觉得 就是一个女生都会想 她过的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然后看上去是这样子的 然后如果说 她有一点点什么不好的事情 讲出来的话 我们心里面会比较平衡一点 就会觉得这个人会这样 我有个挺好奇的问题 如果说 就同样的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会选择跟她做一样的事情 走一样的路吗 这个我真的说不上来 我觉得有的时候 人的意志是很薄弱的 就是要你这句话 就说不上来 这个感觉我们就知道 是吧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个呢 我们可以让那个资深的这种 这种文艺界 艺术界 娱乐圈的那个资深人士 你出来跟你回答一下 应该怎么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 不是 有什么问题 要选择的性的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这种比方 就是说你从小的发小 我们之前有个 有个说做生意赚钱了 但这女孩子是另外一种 女孩子可能对钱 还挺像的 对 她可能就 我的发小 我的小姐妹 从先 长得很丑 还没有我漂亮 高中 我操 校花 大学 我靠 明星了 再大学一点 海天盛宴了 对吧 我觉得 这个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别人的变化 我觉得 我是觉得 其实她这个角度 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平时看到的 很多的明星 比如说 咱们就是三冰冰 李冰冰 彤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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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 很多就是在普通的中学 对 甚至很多人 他大学都未必是表演专业 对 就是这种 普通的这个大学毕业的 对 所以他们的 这些初中啊 高中同学 似乎怎么看他们 也许就是这个视角 如果他们走得很顺 你会发现 自己的同学 突然变成了明星 如果中学走得不顺的话 他中间有些起起伏伏 我觉得大家 真的是心里 有可能会有这种 所谓的平衡 所谓的平衡 对 就是说 我一方面 我有一个明星同学 我还觉得 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 讲一讲 对 比如说 三明星是我中学同学 另一方面 觉得说 哎呀 他都那样了 为什么我还这样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微妙的一个 平衡的把握的问题 对 对 我有个很 很那个的问题 就是 说到底 你希望他最后 变得很红吗 变成 真的是变成 三明星那种级别 你会希望吗 嗯 就是 我就是说这种希望 或者到现在来说 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当然就是说 啊 就希望你好运吧 可能比较假 但是 确实 我现在有一种 比较抽离的感觉 就是 已经 不觉得 他是我以前的同学 会有的 所以说 就是觉得 哎 你能过得好 就是最好 但是你过得不好 或者好 都跟我没有关系了 嗯 那就是刚才李叔也讲了 就是这种 因为我们这一期主题嘛 就是改变 那改变呢 要么你改变 要么就是你身边的人改变 改变都很大 那改变大的话 就会带来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这是 关系的变化 这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怎么能 能让自己的心态去 去适应这个 其实还是挺重要的 对 而且改变 不外乎变好 或者变坏嘛 对对对 变坏的话 也许你心里会有一点那种 同情感吧 别人同情心说呀 像当年长得又漂亮 然后成绩又好 心态怎么变成这样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他变得 就是太优秀 或者太顺利的话 你会觉得说 我这些是不是白火了 对 我觉得这种心理的本能 其实都会有 对对 就是人性嘛 就这样了 对对 因为包括我自己认识的人 不一定是同学了 比如说以前一起工作的同事 一个就一个办公室里上班的 然后每天中午一会吃饭的 现在很多已经进了 中国的富豪网了 对对 是的 真的是真的是 你不至于说说 我盼着他们工作出点事 因为毕竟成熟了 你不会被种本能的 这种心理所驱使 另一方面的确会觉得说 哎呀 也许曾经我们大家差的没有那么多 对 但是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对 其实刚包括刚才打电话 那个兄弟 那个哥们 跟着很像 对对 就是挺像的 对对对 好 好 谢谢你 能听到吗 出了 能听到能听到 我听到了 那一时间关系 我们还打别人电话 我们就先挂了 谢谢你 李师再见 小五总再见 还有 小朋友 这个再见 我们就变成沈女号了 对吧 其他 其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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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这个呀 我还真是有点感触 就是我看很多的朋友之间相处 我这儿不是说男女啊 尤其是女生之间相处 他永远是保一 这个平衡来自于哪啊 来自于两点 第一点说就是 我跟你差不多 比你稍微好一点 这个是我们友谊维持的最好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有 还有另外一个更关键一点 就是我们最开始相处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我们就永远要这样 对对对 我不管你以后有没有做到多努力 但是这对我来说没有关系 我是希望我们最开始 就是这样相处的 我们永远要这样相处 不然呢 为什么 为什么以后你变好了 我们变好我们来差不多呀 对 我们最起点是差不多的 是 对 我也没觉得你比我好到哪去 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 这种心态 和别人朋友相处的过程中 是 对 所以但是 这个东西怎么说 但这种心态 是我这样 我觉得不是 不是很健康 不是很健康 对 你可以说它不是很健康 但是它真的是我们在受 一种普遍 它存在 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况 大家都会去比了 对 以前你可能 你要比的 你不可能 所以一个小女生 现在她初中 她跟范明兵比 对 没得比 对 但是 她有个同学 在十年以后变成范明兵了 你说她这么想 我觉得就是可能 到后面就 那我也没得比了 因为你范明兵 对 而且这种比较 我自己想 其实未必 她真的觉得自己也可以 比如说 看看那个赚钱 那哥们 他觉得他能赚钱 我也能赚钱 他可能会想一想 但是不是每个人 都能成为大明星 我相信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的 但即便如此 自己曾经的同学 曾经的同桌 突然有一天 变成电视里的人 自己就是感觉已经够不着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是挺奇妙的 对 然后对我来讲的话 我虽然没有什么明星的 这个同学或者朋友 但的确有一些 事业上比这个 我当时所能想象的 要顺利的 或者是 对 快的多的多 对 我自己 说实话 我觉得 没到什么 项目机都恨那个程度 经常会去想一想 当时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 对 他到底什么地方 能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其实经常会琢磨磨磨这个事 对 甚至有时候 比如说 真的有点事 想联系这个人的时候 真的会 对会想很久 说人家现在的 他的时间是很值钱的 我找他的话 就真的有正事 或者有大事找他 对 对 你不要去老想着 想当年咱们如何如何 咱们联络的感情 对 人家没有时间 跟你联络的感情 对 这就是一个事实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看世界和看事情的 视角的问题 就是大家很多时候 都会用自己的视角 去看别人 但是你很多时候 没有自省的习惯 对 你不去想自己自身 为什么过现在这样的生活 你会想说 我为什么不能过他 那样的生活 但是这种想要和自己 想做这两种事 还是要想清楚 对 而且我觉得 要看看自己 而且这事情并不是说 我没能成为他 然后是我的问题 我有什么错 对 我觉得每一个人有 不是错 不是错 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 你要分析理由 逻辑 因果关系 还是就是能独立思考 就是能想得通 这到底为什么 就是你如果真的说 当时我们两个关系是这样的 我们就一直保持这样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还都光屁股呢 对不对 出生的时候都一样 一模一样 七点针一样 对不对 那你要追溯 都追溯到这个了 所以还是不健康 对 因为跟后台发的 都是穿着衣服的招呼 也没有光屁股的 好 我们就下一个 来来来来 我们来 跑车组 跑组 跑组 日组 日组 跑组 泡组 泡组 这太无聊 开车组 是吧 行 咱们炮组来一个 刚才都是身边的朋友 这个有一个自己 我四年来 认为我是自己改变最大的一个人 就是减肥瘦了50斤 50斤这个概念 其实 就挺难想象 那我得学习一下 就是 也整了挺多容 还挺直接的 他说整了挺多容 这个敢讲 是个女双吗 是个女孩 然后从超丑的人 变成那个 他 我觉得挺谦虚 就还能看的人 他觉得自己 然后从以前的经历 是因为丑胖 被全班排挤 然后现在就是 有很多大学里的男生 说他长得好看 然后他也各行各业都干过 卖房 然后礼仪 倒红酒 平面模特 就是都干过 然后所有 所有的改变 都让他的心灵 更加的平静 他觉得这改变是最大的 现在就是 现在因为曾经 变漂亮而迷失 而迷失 但现在呢 正朝着 肉体越来越美丽 心灵越来越纯洁的方向 走去 我还以为 下一句接的 应该不是心灵 越来越纯洁 那也越来越好呗 对 然后那个 还发了 发了那张照片 当时我们刚才 也看了一下 这个反差 真的是 本人一开始说 减肥这东西 有什么可说 一看照片 大家发出了同样声 就 然后我们决定打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我来打 就好像哪个 不是你来打 来说一下 哈喊怎么样 你没看过照片 变化大了 不错 哈喊都能发出这样的 感看 说一个新婚男人 主要是我们是看改变 喂 你好 薛之谦 喂 你好 我是薛之谦 喂 你干啥住了 你好 我们跑火车电台 跑火车电台 天哪 天哪 好开心啊 我要出去打个电话 出去一下 你们等我一下 家里有人 对吧 打个电话 团眼给你做 好 那个我们今天是 跑火车电台和日谈公园一起啊 在座的除了我们跑火车天团以外 还有日谈的地团 我乱讲啊 我知道今天是你们两个节目的 那个次元合并日 对对对 你知道我们日谈公园吗 我知道我也听到 然后跑火车我也听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然后 略过了 我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你们这两个节目 哎呀 我都是一个 现在就像一个激动的忠实听众 你本来也就是 你不是像 你就是啊 你就是好吗 你别像了 本来就是啊 现在激动的像是那种 就是给深夜 深夜那种 卖保健品节目打电话 说保健品治好了 还有杨伟一样的人 什么东西 如果能帮到你 我们应该很开心的啊 对对对 那个好吧 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好 说出你的故事啊 说出你的故事啊 我们就不说话了 你来说吧 我的故事就是 就是我瘦了大概有 到现在实际间日 我瘦了有大概五十个五斤左右吧 我从我的大约是高三毕业开始瘦 然后我今年是马上要上大四了 还要上大学啊 对 我们听众比较年轻 对呀 嗯 是是 嗯 我当时是因为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那个男生就觉得我太胖了 然后我就想 那我就要一定要瘦下来 那你当时是多胖呢 我当时没想起 哎我看你那个 我当时是有八十公斤 一百六你多高 八十公斤 你多高 我当时是一米六四的身高 然后是八十公斤 我现在是一米七零 然后是五十六公斤 我减肥还能长鸽啊 天哪 天哪 这胖好厉害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就是总一把肉剪下去 还能往上涨 哎呀 就慢慢瘦吧 然后大概是我高三考完 然后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瘦到六十八公斤 我就满意了 嗯 然后现在就是大概超额完成吧 OK 哎你当时有像那个男生表白吗 是被拒绝了吗 所以说你减肥吗 有 我我我是那种特特特特外向的人 射手做 但是心里也贼容易受伤 我大概表白了也就表白了二十次左右吧 你这个不叫表白 你这是性骚扰 哈哈哈哈 就是骚扰到那位男生 就是要夺起来学习的地步 不是这是这是同一个人二十次吗 他就是说一次拒绝一次 说一次拒绝一次 就说一次拒绝一次 等于说你是你们学校的阴木花道对吧 哈哈哈哈 我在当时我们学校那已经成了神话 比如说课间要去强吻那位男生 哇 天 是你那个 很屌 当时 八十公斤的体重的时候去强吻是吗 那应该能成功啊 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逼动啊 那还拒到十 大概一米七零的身高吧 体重能比我瘦40斤 啊 你这方面还挺厉害的 然后后来我就高三毕业 然后我就去割了个双眼棋 然后你想就是割了双眼棋我就要更好看 然后就每天跑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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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着电脑去跳健身操 嗯 然后当时受到了72公斤就瘦了16斤 哇 哇 厉害 然后 然后就上了大学 上了大学又遇到了 又遇到了喜欢的人 然后又割五颗 然后我就接着割 你啊 这是你励志的故事 我这个 减肥历程就始终围绕着喜欢的人 就来开展 OK 然后重要的里程碑是 我 就割割割 你知道原来那种大胖子 就算他减瘦 他的肚子的肉也是松的嘛 嗯 然后 大家好像都很了解 然后我就去做个腰腹部的西纸 哦 哎呀 其实我觉得没啥 哎 贵吗 贵吗 其实没啥 人就是在追求变更美嘛 嗯 那个西纸贵吗 西纸还挺贵的 可是就是 不适合大胖子哦 就是 你们哪位胖眼的人就不用考虑 是 适合局部有限肥胖的人 啊 啊 OK OK 渐肥还是要靠有氧运动 我就分解成各个局部不就好了吗 是吧 啊 然后呢 西纸完了以后就就是等于 西纸完了 嗯 就觉得更上一层楼了嘛 然后就腰腹部没有脆肉了 嗯 然后就接着点接着点 但是我 我还是想说一下我这个心态的变化 嗯 我就上高中之前 就上大学之前 我就非常急切的想要恋爱 你知道那种 胖女生看到了周围的那些漂亮的人呀 人家都是那种青春早恋 嗯 当时我有多羡慕 有多羡慕 有人可以给我带早餐来 多数人就只是想要被带早餐 你点外卖好了呀 哈哈 当时外卖还不普及嘛 哦 对 科技感觉 你们要忘了那种感受 当你早晨就是困困的趴在桌子上睡觉 而你爱的男生在 在教室外面叫你的名字 大家的羡慕中拿过手 拿过他手中的蔡加摩 我爱你 我告诉你 他们怕他们都会吃胖的 真的 你都抢吻别人 你还在乎这个吗 吃他嘴里的蔡加摩 哎呦 哎嘛 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非常想恋爱 然后就是 感受出来了 嗯 对 上了大学之后 你知道就点到72公斤 然后又搁了双眼皮 就稍微的姿色 有些外露 嗯 然后当时就还是有 兴许男生 喜欢胖妹的男生 就会对我 喜欢胖妹的男生 听跑火车电台 那也是你们忠实听众 好 谢谢你 然后如果给我播出 他应该一定会听到 在这里给他比心 但是他喜欢你 结果成为了好朋友 是为什么呢 然后后来 然后反正就经历了很多 然后就是有一阵子 因为周围的女孩 就是都有男友啊 然后就觉得 他们跟男友开房 很羡慕 很羡慕 然后 哎呀 我的天哪 多来多去 还是躲不开 真单纯 来吧 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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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开 我觉得很羡慕 很正常 没有开房和屎尿屁 不是一回事 开房不是干那个事 不是找公共厕所 那我们接着说 来 然后呢 然后我就 当时又特随便 那一阵子 真是特别的随便 因为就急切的 就是想要融入大家 和就当一个 就是人们羡慕那种 又漂亮又表的女生 哎 现在就羡慕这种吗 哎 不对 我当时就是物入歧途 都是社会爱的 嗯 对 对 都是社会的错 那你后来 都是社会的错 那你后来就真的成为了 一个又漂亮又表的女生了 是吧 对 就成了一个非常的 就是广杂王 就是见谁爱谁 见谁爱谁的那种人 那不叫爱吧 那叫需求 那不是爱 那性冲动 然后就只是当时 就是想要谈恋爱 因为就太恨自己 原来就是很丑的那一段时间 就感觉长得漂亮 就要这么任性 啊 这你这上就报复性的恋爱 对 嗯 然后到了今年的大概是 呃 四月份吧 然后我遇到 我就喜欢的男生 可是就是 他是因为马上要毕业了 然后他找了一个 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就应该算劈腿了 嗯 这一part不是只有重点 重点是 就是现在的心灵 就是无比的平和 嗯 因为就是感觉就是原来 那么赞 可是就是失去了 爱一个人的能力 哎 又这样了 嗯 你不是一开始很有吗 这个 当别人都拒绝你的时候 你就又去强吻别人 对吧 又去追别人 表白二十次 那个时候爱的能力很强啊 虽然你 永远追不到 就发现其实外表 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就算你变得再美 可是你就感觉 之前的整个人的认知 都是错的 因为当时不就是 大家都很流行 我漂亮 我任性之类的这种话 然后当时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约炮的这种风潮 非常的就是风靡 没有 就你们 我只在你们听那边风靡 什么 不不不 其实在那个某 某呼风靡 某呼就是 还蛮挺 这个 这件事情的 直呼 你就直呼好了 批判他们 嗯 对 然后就是 就是失去了自己 OK 但是现在就发现 其实 不管你的外表是怎么样的 你心里就是 不能去看清自己 我现在有时候 我还真的是挺想再回到高中 重新再来一遍的 虽然我知道就是减肥 非常的痛苦 可是我 如果 如果能重来 我真的愿意就是 不像原来那样子 真的愿意一直不谈恋爱 这个是什么逻辑 就把最好 我就想把最好的留给我 最喜欢的人 那现在也不见得你不好了 我觉得 可是现在就是 真的 怎么说呢 我不明白 我不是就是去 就是批判那些 就是比如说 就是那种 约炮啊 什么这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 这样子 实在就是对自己不负责 我懂你意思了 然后你对自己 你来总结一下 我来给你总结 就是你那个 从高中 你就那样 然后就是 想拼命的去爱 但是也爱不到嘛 对不对 然后你后来就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管各方面的努力 然后改变 然后有了自己的资本 然后不顾一切 然后就不顾一切 然后就 就是放纵的爱 然后放纵的爱 爱完之后呢 你发现 他妈也就这么回事嘛 我老子不爱玩了 对不对 那我就觉得 我要像以前那样 是这个意思 是吧 对的 对对 那就好 可以的 很给面的 已经变好了 而且你刚才说出来之后 你觉得可能漂亮 没有那么重要 你当然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你漂亮 对啊 这个点很奇怪 你知道吧 对啊 越过山丘才知道 无人等号 你这话就 马上说钱没什么意思 对啊 那话就说 刘强东说老婆 我脸忙 对啊 一个意思吗 但是 真的是 我有一阵子就陷入了 就是真的就是 永远就是自卑 然后我当时是有 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严重到要吃药 然后要在医院去扎针的地步 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无法接纳自己 你是 我是那个做完了 继续手术之后 出现这些症状 然后就是怎么看怎么 就觉得手术效果还不理想 我还要再吸大腿 我还要再吸手臂 然后我还要再给脸 就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事 上瘾 好像会上瘾 上瘾 对 然后我当时又拿玻尿酸填了下巴 你还做了啥 然后就是觉得 就割了双眼皮 玻尿酸填了下巴 吸了个底 然后 反正当时真的是觉得自己 就把所有的一切的不如意 都愿给家庭 愿给外貌 因为我的家庭 真的不是特别富裕的 然后做这些 真的是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妈 就 就 放纵了我的这些任性 我当时就想 如果我家更有钱 我就可以 就是像网红一样 来一个全身的大整形 然后 当然就 自怨自意到一个 不行 就是 每天都会 就是愁这些事情 就是愁 我怎么这么愁 然后又 因为又减肥 然后我就患上了 特别特别严重的 暴食症 就一直吃 一直吃 然后吃完就 催吐 吃完就 用手指抠爽了一眼 然后吐出来 挺痛苦的一个经历 对 其实他讲讲减肥很重要 其实肯定是经历了 特别大的一个困难 我觉得 对 而且之前 我上网看见 就有一个所谓的这种 所谓的催吐足 有一批这样的人 很多人都是因为 减肥过程之中 然后他 就一直控制饮食 后来突然有一天崩溃了 然后就暴饮暴食 吃完之后就内疚 就开始 就抠自己的嗓子 催吐 然后就彻底停不下来了 就变成了 每天吃 每天吐 每天吃 最后成了一种 心理疾病 对 就有专门这样一群人 包括网上 现在有很多这种大胃王 然后就有人去 扒他们的老底 很多人 他说是大胃王 那其实他不是大胃 他是催吐的 对 看来都有另外一面 行 那那个 是的 这个真的非常不好 就我在这里 给大家提一下 行 就是真的是 你减肥 真的不敢去结实 去 比如说一天只吃一顿饭 或者全天只吃水果 喝果汁这种 真的会就是 暴食到你根本没法想象 然后暴食就会让你 陷入到无尽的 就是抑郁 然后自我怀疑当中 对所以你现在的这个 控制身材的方法 是已经恢复健康的方式了吗 是 我现在就是 我发现 我试过基本上 世界上所有的减肥方法 在这里 我可以说就是 真正有效的就是 每天就是吃一些 你起码70% 要吃健康的食物 比如说那个 鸡胸肉啊 然后牛肉这种 蛋白质啊 然后西兰花啊 蔬菜 然后剩下30% 你可以去吃一家想吃的 就不要太控制我 原来就有几个月 是非常非常控制 都是吃水煮的 然后不吃一点 太水滑好物 瘦了非常多 但是我的当时的生理期 是大概有半年 都是没有的 就是整个人都是掉头发 头都快吐成了葛优 葛优 真的当时就路上遇到的路人 都说我是葛优 然后我在朋友圈发了张证件 照提加留言说 你都快成谢广坤了 谢广坤又找你 说一个那种 一个盗扣年华的少女 是谢广坤 谁能接受得了 谢广坤又想打人啊 但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整体下来觉得 你还是挺乐观的 就是你经历过挺多事 改变呀 然后不管我们说是身体上的 还是情感上的 这些经历对于你而言 好像你现在也还是 可以笑着跟我们聊嘛 这就是最好的改变 对 咱们这题 但是我也有最后悔的 我最后悔的就是当时 因为就是觉得自己 已经就是挺好看的了 然后就在那乱搞些男女关系 这个我们就不要提了 这个是我目前最后悔的 没关系后悔就好 没关系这个事 其实你现在收住了 以后呢 没准也是美好的回忆 真的不是美好的回忆了 行 那你能有现在的心态 也就是可以了 好吧 反正 就是我觉得道理你都懂了 这种什么应该控制哪些地方 不应该控制哪些地方 我觉得你都懂了 对 你跟我们打电话 我们去了解呢 也是给别人一个告诫 炮咬扫约 对不对 减肥呢 减肥呢 也不知道我死你减 都得有一个 有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合适的 对吧 减肥可以 别扣嗓子眼 这个太恐怖了 嗓子眼了吗 到谁惹谁了 对吧 好 好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我真的超级开心 你哦 我们也是被女人 本来我就是刚刚就是又去找了那位低腿的前男友就还正伤心的了 没想到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 哎呀 真的是太开心了 对 以后有什么有什么故事可以打开这个北京的电话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我微信加起来天天骚扰你 哎呀天哪 哪哪哪 OK高兴呢 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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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拉黑吧 太吓人了 这是性骚扰啊 想吻你啊 必懂你 必懂你啊 好吧 像这样啊 嗯 好的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祝你们都越搬越好 谢谢 谢谢 这工匠我觉得挺好的啊 就心态挺不错的 是 这个就是最好的改变吗 我觉得他也经历过挺多事了 对 其实对 因为你看到过他的照片 你就觉得真的是经历了好多 我从一个很瘦的人现在变得慢慢肥起来 我觉得嗯 也有这种体会了 对 他这故事其实我觉得可以撒上的点挺多的 对 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 我觉得看大家这个脸啊 基本上就算普通人 对 正常范围 所以可能我没法理解那种 就是长得比人说形象特别差的人 对 就从小就特别不受欢迎 你喜欢的 所有人都不喜欢你 是 以及那种 从小所有人都喜欢你 就是你想睡谁睡谁的 对对对 这两种人 他们是 他们的生活什么样呢 是 就是你很难想象 然后他是经历了这两个极多 所以说我说照你来说 他其实如果可以自止住 他以后 有这种体验是我们平常人都没有的 对 就这个其实挺难的 而且其实女生走两个极端 我觉得也还比较容易 因为男的你得帅成什么样 对对对 还能到那个程度 因为女生只要说就比较漂亮 其实就是说想去聊一些男生啊 想不想讲就比较容易了 你像他现在一米七 又瘦 长得又还可以 那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他可能也真的经历了一些 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就像开哥刚才举那个例子特别好 就是马云他 他觉得我自己要不要钱没有用 那他可能真的觉得没有用 但是 就是说他经历了什么 是 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像他这种以前 比如说一直受人不待见 别人男生不喜欢 他就觉得他这种人 其实他一旦他变美了 他可能会去放纵一下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这种 是呀 他会有一种所谓的报复性的 去享受之前没有享受过的生活 而且我举个自己的例子 又离苏又自己的例子了 没到他那个程度 但是就是说 比如说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可能我喜欢的女生 都是相对来讲比较难搞定的类型 对对 喜欢女神 对对 所以就几乎就一个都没搞定过 然后 对对对 反正就个个不行 然后后来呢 就相当于是我也长时间在这种 好像说 一种特别压抑的一个状态 然后等到男人吧 年纪大了一下之后 也变得比较成熟了 然后身边的姑娘也越来越多 那个时候其实会体会到一点 他这种感觉 好像是说自己 突然有一天自己好像去 去这个 成功的追求一个女生 没有那么的难了 对这个当然这个追求 你怎么去定义 去搞定它 对对 我承认会有一个 一个失控的阶段 但是那个阶段过了之后 说原来其实我要的是 这个东西或者那个东西 明确了 对对对 就像刚才他在节目里说 他电话里说 他说 我现在很想回到高中时候 我想再重过一遍 我就不会过现在这种日子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一段 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你不会有这个感觉 当然我们另外五个都长得挺帅的 不可能有这个 谢谢 谢谢 把我加进来了 对对 所以我很理解他的这个心情 我也是过来人 我虽然很难理解 但是 我也理解一下 还有一个点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 对整容的是怎么看 你们很反对整容吗 还是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还OK吧 其实前提是你不要 对你的身体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我觉得是OK了 另外就不要整丑了 也有整丑的了 这太多了 而且要整贵一点 我觉得 说这个问题 你有时候就不得不 不有一个双重标准 因为你可能觉得 别人跟你说 谁谁谁去整容了 你会觉得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 OK 只要他愿意他就行 那如果假设说 你有一个女朋友 这个时候他要去干嘛干嘛干嘛 你是抵触的 肯定是抵触的 对不对 他可能他之前整过 那你不会觉得说什么 但是他跟你在一起说 我要去整个绒 你同不同意 你肯定是会抵触的 那我是会同意 会同意 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那你说割个双眼皮 或者是打个崩尿酸 那是没关系了 对不对 全世界都在打 对不对 但是他说我要去削个骨 我要去把我的下巴摸尖点 我要去垫个胸 对 我去垫个胸 对不对 我垫个屁股 有一些整容 这个东西也分层级 对 有一些可能会 真的是造成身上一些伤害 我觉得这个还是 就是造成身体伤害的这种 就是可能会杜绝吧 但是如果说女生为了更好看 就包括女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对 想更好看一些 这无妨呀 对不对 对 这就是有一个差别 就是你 就至少我觉得啊 那么打个针啊 那么割个眼皮啊 我觉得都OK啊 但你说真的 那么动骨头啊 就是你会接受不了 你说你们怎么看 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宝哥说的有点像 对 就属于如果是我的朋友 或者是特别是一般朋友 那你爱怎么怎么样 但如果真是自己身边人的话 我可能偏保守一点 就不希望 对对 就能不整还是不整吧 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老派了 对 其实我一开始跟你们是 就跟你说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在我认识朋友 他们可能是微的动了一些的 就是稍微微的动了一些的 但我觉得在我看来啊 真的是变美了 而且没有特别大的伤害 我觉得这个程度上还是OK的 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我有时候去韩国玩 玩完之后回机场 一看我他们30个人 每个人戴个面都戴 都在整 还回机场 有时候在那个江南那边 那个商店里 脸上 还是有纱布还在买东西 对对对 这是太多整的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去整 真的是不一定要去整 除非你真的特别希望自己变得特别美 对 我觉得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你真的觉得自己特别丑 然后你不整 你就活不下去了 第二种 第二种是你的职业需要你特别美 对 因为我觉得一个很电影的例子 之前我因为工众人接触了一个模特 一个姑娘个子最高 就少一米八吧 仔细说说吧 然后胸 胸你试过 当时找她就是因为她胸大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功夫 需要一个胸大的 喂奶 这个时候 后来我就半夜去跟她 半夜 对 在朝阳龙那边的一个小饭馆 我们俩就吃个宵夜 就聊 然后其实我也有时候吧 就是那种 就是伪文艺 就跟人说 我觉得姑娘问你一问题 你有什么烦恼吗 希望把这个话题能够深入一下 她说我有烦恼 胸太大 我没钱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缺钱 我这满脸都需要钱 你看我这个鼻子 这个鼻子垫一下 这两万 这个鼻尖 刘多华 一万五 这个嘴唇打一针 嘟嘟嘴唇打一针八千 只能管半年 然后你看我一胸 抖了一下 这个胸大概多少钱做的 而且我看了一眼 它那个腋下有两个刀锋 他就说 对我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我吃饭的家伙 包括我龙兄之前 跟龙兄之后 我的这种街道 这种拍模特片的活的 这个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有很多摄影师 跟我合作完之后说 你就是靠你这个胸 你一定把这个就是保持住 所以我当时对他 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 这类人 因为我之前我对总龙 是非常非常抵触的 突然之间我觉得说 其实我也能够接受 他自己对生活的这种追求 对 以至于我过了大概 可能半年之后 就微博 在微博的首页上面 不是有一个输入的 那个文字那个框吗 在框上面有一个大的 那个文字的那个头条 就是他的名字 谁谁谁 韩国整容直播 就有人请他去韩国整容 做直播 也整出名来了 整出名了 我说 就是当时还是真 我挺挺高兴的 我觉得说他实现 他人生理想 挺有意思的一个事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搞下一个 日主 日主 这个非常励志了 这个非常励志了 哪一个呢 就是 咱们先打 他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朋友 他本身身体上 是有一些残疾 对 天生呢 好像我看一下 对 他一个小一同学 先天残疾 生下来就没有右手臂 然后被爸妈认为是三星 差点饿死 是买男喂米糊 把他养大的 还是个女孩 后来有了这个妹妹之后 她家里地位就更低 因为残疾在学校 也受到了不少同学的欺负 初中毕业之后就出学了 后来就失联了 然后去年回老家的时候 收到他的消息 才知道他在北京 过得还挺不错的 买了房 然后回老家 也给爸妈买了房 然后是一个挺励志的故事 然后我还挺想知道一下 这里边的一些细节的 咱们来给他打一个电话 对 他的这个电话号码 来 哈喽 你好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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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叔 能听到吗 哭了 李叔 李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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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是 跑火车电台 跟日常公园的 一个call call的 Banana的这个热线电话 然后现在在我身边呢 有这个日常公园的 小伙伴老师 以及跑火车 江州天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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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这个大头 韩寒 宝哥 还有开头上 就不用一句介绍了 他应该都不知道是谁 都知道 都知道 都吓死我了 我以为说 对对都不知道 我以为他都不知道 来哈喽 哈喽 你好 我小伙子 刚刚你的故事 我给大家 已经简单的念了一下了 但是我们还是挺想 听你自己讲一下 你这个同学的故事 先介绍一下 你来自什么地方 我现在是杭州 我是来自杭州的 也在杭州 对 然后但是这个故事 不是在杭州的故事 是在我的老家 老家 然后我的老家 就不停说了 但是也是 滑动一个10%的小县城吧 我这个故事 就是前半段的故事 比较真实 因为都是我听从经历的 但是后半段的呢 听说的会稍微多一点 所以我就尽量把 我听到的 是我真实比较真实的 跟你说一下就好 就是我的小学同学 他是在我们五年级的时候 是从其他学校转学 到我们学校来的 他当时一转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 就成了一个轰动 就是因为他身体上会有一些残疾 他是先天性的 这个右手臂 是在左关节以下是没有的 嗯 嗯 对 然后他来到学校以后 就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在学校里比较互动 然后分到我们班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奇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 老师就跟我们说 我们要尊重同学 是个女生是吗 对是个女生 然后大家对他还比较友善 而且其实他除了这个身体上 有一些 其实也其他表现的 就是给人刚开始的感觉都非常好 因为他第一个外形很漂亮 他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他的个子身高也特别高 然后就是可以能坐在最后一排 所以形象也比较眨眼的那种女生 嗯 然后嗯 他就是前后给我们很 就是两色色的震撼 第一次就是他刚到学校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身体的残疾 第二次就是因为他前后的这个 经历的反转和反差特别大 然后又一次震惊了我们 就是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 他之前在别的学校 成绩非常的好 就是说 他给他自己先塑造了一个 生残之间的一个 那种好学生的形象 然后我们就特别感动 特别崇拜他 就觉得好厉害 成绩也特别好 然后长得又漂亮 然后我们大家都对他特别的好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去当考试的时候 他竟然考了全班的倒数 可能就是倒数第几名吧 嗯 嗯 嗯 就是演门课都不及格的那种 然后我们就觉得啊 怎么回事 这个 路差好大啊 嗯 我们就想那有可能是不太 因为不适合新的环境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小学 属于是 是中年小学 是最好的一些小学 嗯 所以可能想他是不是到了新的学校 不适应啊 然后到后来不停的就是 好几轮考试 他成绩都是 非常差的 然后 那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啊 会觉得他之前在撒谎是吗 对对对 然后最后呢 陆陆续续呢 他身边那些 嗯 因为其实那种那种 18星小县城 其实都非常小的 都认识了 对 就是绕几个歪以后 大家都认识 然后大家跟他相处 时间长了以后 我就发现 他在说谎 嗯 所以很多事情 他过去的那个学校 呃 他的成绩也非常的差 嗯 这个成绩也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 哦 原来你是个骗子 原来你 既然这样说 我就疏远他了 就是 就是觉得他是骗子 然后你们就就就 就疏远他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就这样 又因为他这个身体的残疾 就有些男生 就可能会欺负他 或者嘲笑他 嗯 他们会 以什么样的方式欺负他呢 除了语言上的这种 啊 对 语言上的 然后也有知识上的 男生骂 那个时候很调皮 做些恶作剧 啊 小孩啊 比如说 然后偷他的东西啊 书楼扔了啊 什么的书包藏起来啊 对就是 把他书包扔了 或者是在里面装 什么毛毛虫啊 或者是 嗯 嗯 陆陆陆续续的听说 他真实的情况 我又被震惊到了一点 就是他因为他的这个心情性的身体残疾 是他一生下来就被他的父亲认为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 就觉得是他就是不在心啊 什么都为了 什么都为了都不祥的这种 当时是想把他去扔掉的 然后他的奶奶看他非常可怜 然后就是扔掉以后脱了包回来 然后 也要问你 然后他就说你不养的话 我来养 才把他就是 他就没有喝过妈妈的一口奶 就是看他奶奶的米汤叫味道 那等于他后来就一直生活在他奶奶家里是吗 就没跟父母一起生活吗 对 对 对 他后来是 在他应该是在四五岁吧 嗯 然后他父母又生了一个妹妹 嗯 嗯 然后才把他从他奶奶家接回来 等于生了妹妹以后 生了妹妹以后把他接回去了 对对 因为可能是因为他奶奶身体不好之类的缘故 也就没法 没法去带他了嘛 嗯 嗯 他转学到我们这来说是年纪 他妹妹好像那时候是上三四年纪嘛 嗯 嗯 他妹妹是个健康的孩子 然后他父母就对他妹妹 对他就是完全两种态度 就是我七年见过一件让我觉得特别震惊的事情 嗯 就是嗯 有一次放学的路上 我就看到他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他们 然后他爸爸就把他妹妹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嗯 骑着走了 然后他就跟着自行车在后面一路小跑跟回去 哦 我都是这个 然后每次学校开家长会 他父母从来都是不来参加的 就他父母去会去参加妹妹的家长会 但是不会来参加他的家长会 嗯 那他家长会就没有人来是吗 从来都没有来过 那你跟他就是小学同学是吧 就初中的时候就没有朋友在一起了 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一个班 但是是同一个学校 嗯 然后初中的时候 他也是风云人物 就是但是那时候的传言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传言 比如说 就是嗯 嗯 他已经学会了就是跟一些嗯 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些小婚婚啊 就是社会上的这人一起 对对对 你们能够看到他在什么学校门口和一些这些人一起走啊 坐人家车啊 是不是会有这种情况 就混成女生帮里面的小小头头小头目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他可以私下代替了人的这种这种 嗯 然后我是经常看到他不怎么学习 然后逃学 然后同学了以后就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跟一些同学买东西啊 我是明确知道他上了初中以后就辍学了 就没有再上 嗯 然后后面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就是所有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人也都跟他没有联系了 因为我们就是80后那个时候 那初中和高中的时候除了写信里 没有其他的可以联系的方式嘛 要么就是打坐机的电话 嗯 但是那个时候就杳无音讯了 然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然后据说他爸妈说也不知道他去哪 但是也从来没去找过他 天哪 天哪 嗯 就应该抓起来啊 来接着说 后来就是你去年得到了他的消息是吗 对对 去年我是因为跟我的爸妈回了一趟老家去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 呃 待了几天 然后就是刚好是在二十三步的时候就是碰到了他们之前的老同事和他的爸爸 然后就那他们也好多年没见也会互相问哎呀你女儿怎么样啊你女儿怎么样 然后他爸爸就特别得意说他说我女儿给我买一套房子啊 就是特别得意的那种表情说哎我爸说哎呀那女儿很不错好厉害你女儿现在在干什么 他说我女儿现在在北京啊我女儿在北京买一套房混得很好现在 哎然后你看给我们老两口也回来买一套房啊就特别得意的那种 然后老同事们难得见面会来很多 然后后来爸爸就走了 然后其他的同事就说他说嗯其实这么多年他们都没去找过他女儿 然后就是突然前几年回来了 然后就是说嗯过去那么多年你们就是只是养了给我的口饭到养活大 嗯他说但是这个血缘关系我割不断我这赡养的义务也不能就没有 所以呢为了就是算是感激你的养育生我给你们买一套房子 但从此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然后他妈妈是非常的伤心和后悔的感觉特别对不起这个大女儿 嗯嗯但是他们这女儿就是给她买一套房子以后不再跟她联系了 嗯嗯就是这样 特别感谢你然后你那里讲得非常的好有条例 嗯然后那个 喂能听到吗 喂 哈喽 他应该是自己挂了 断了 嗯嗯嗯嗯嗯嗯好啊 啊好难过啊 来李叔你先说说啊 我先说说 嗯 我觉得这故事有很多可以撒散的点啊 嗯 对首先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这个 可能形象上面有一些先天不足的啊 这个就更严重 今天残疾很难想象 本来就不足 对对对 这个我们就更难想象 而且如果你只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呃 视力不太好啊 或者是一些相对没那么严重的残疾 比如说你有一只眼睛看不见 嗯 其实相对而言的话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 不是那么外显 对不是外显 但你说这是肢体上的残疾的话 我相信他被童年遭遇的东西是比是我们所谓的健康人没法想象的 是对 这是一个呃大的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园成家庭这个问题 嗯对 其实有很多的非常健康的啊 可爱的小朋友小时候在祖母家的遭遇不比他好多少还是更惨 是对很可能就因为他是个女的 嗯就就会到时候都比他更差的待遇 这种情况我们太多了 天文里天能看到 嗯对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就在于说嗯 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由于你先天的各种问题和你的原生家庭的各种问题 对 其实每一个人 像我昨天跟朋友聊天 他说 这个为什么每一次就是我的朋友去跟心理医生聊天的时候 心理医生都会跟你说你这个问题是原生家庭的问题 嗯 我说因为就是这样的 对 对 就是我我我听说的绝大部分的心理问题 最后你刨个都能刨到你的原生家庭 是对 以至于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之中 我们都是在尽我们所能的去利用我们原生家庭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优势 对 然后去修正一些 这个原生家庭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 一些问题吧 对 就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姑娘最后她这个故事的一个 整个起伏接代 从小学的时候 一方面长得很漂亮 然后但是又被人欺负 她用谎言来武装自己 对对对 上初中的时候 用结交一些这种校外的朋友 用力量来武装自己 然后到了长大成人之后 自己去买房 然后用一套房子 你可以说是武装自己 也可以说是来证明 对 来证明自己 来证明自己 说那OK 就是你们 你们父母 你们没有爱过我 但是你们好歹 把我养活了 对 我用一套房子 还给你们 我们从一刀两断 我其实我听到最后 我非常喜欢这个女孩 我觉得这是 其实怎么讲呢 这是我们故事的结尾 其实算是一个 比较正面的结尾 你做到了那一点 你想想还有很多 没做到的 其实会很难过了 跟家里的关系也好 自己跟整个社会的关系 其实会很难去相处 我们像我们 包括说 不太会做这种 社会型的就是这种话题 因为也不是说 我们不去关注 是因为我会 我们会知道 就是很多东西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造成这种问题的 他的主体 那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父母 他这个年纪 你没有办法改变他 没有办法 他就这样 他他妈就是一辈子 就是坏 用我的理解 他就是坏 没有办法去改变 然后我会觉得 就是那我们的受众 会觉得 他会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他会觉得 什么样是对 什么样是错 这就可以 但是那些我们 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真听起来 就听起来心里 就那就好难过 你知道吧 其实我是想讲 其实像他动父 就跟你说讲 大有人在中国 太多这种家 是啊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听到更过分的是 老爸老妈在家天天打牌 姑娘弄乡下 打牌 然后花钱 女儿在外面卖 卖的钱 给他们两个消费 一年没钱了 女儿就去下海 我们那边 可能广州 那个深圳去 那样 他就回来 这种事情听到 我当时都觉得 那你不可思议 这种事情 怎么想的 这太多了 就是说 这个世界好像不像的 我们想象那么那么 所以大家都会 就原来在小的时候 你接受各种教育 你都会觉得自己 就是没有父母 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 但是后来 你真真正的看到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很多父母 是不爱自己孩子的 就是我在微博上 我看到就是 就之前有好多 那种性侵的新闻出来 就是当我 我看了好多那种微博 就是你点进去 你觉得不可思议 你知道 电影都写不出了 这样的情节 就是他们就会 就真真实实的 就在你身边发生 这很难以理解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所谓你在你还没有 这种所谓的 这个独立的 能力的时候 可能你会 完全没有选择权的 先陷于一个家庭的泥潭 但是最后 到底能不能走出来 这里边 你可以说是一个从临法则 有的人出来了 有的人没有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情况 但我们还是觉得 应该正面的倡导大家 就如果你是这种家庭 我觉得 第一个 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努力的 对吧 不管怎么样 自己还要努力去 去找自己的生活 因为当你真的是成年以后 你是可以单单的 去自己的生活了 并不一定要靠家 有人做到了 你也可以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正面一点 去想 以及在未来漫长的人生里边 怎么样去摆脱 原生家庭 给自己的这种心理上的 长久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他最终 给他父母买一个房 我觉得真的 是为了去割断这个东西 他想把之前这些经历 通过这一套房 彻底的斩端 对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跟他一样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你父母对你那么差 你为什么要给他买套房 但其实不是说 他敢 我想抱他 并不是他想用这个东西 来做一个结束 对对对 好 OK 好 那我们那个 怎么样 我们的日主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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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个炮友 车也很正常 后面有点点点点点 最后两个字 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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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咱们打这个电话 来 你好 我是那个 炮火车电台 你好 你好 你睡着了对吧 对 刚才睡着了 稍微一等 我再刷一下 现在还可以打电话吗 还是你要去 你要去睡 刷牙 是 刷牙 刷牙 对 刚才不小心在刷牙睡着了 在等我们吧 对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我打电话 我这么说 这句话 我们等你先刷完牙 你赶紧 你先刷的 我们去虚一下 好 你说 我刚才那个 在电话里听你的声音 我刚才那个简要的就是念了一下你这个嘛 就是你写的 就是小时候胆小怕事 对 先跟你讲一下 现在除了我们还有那个日坛公园的小伙子和那个李叔 哈喽 你好 你好 你们声音离到好远啊 你这样的吧 如果你要耳机的话你戴一下耳机吧 好吧 你好 会听声音 好了好了 现在声音还远吗 不远了吧 好 好 好很多 就像在耳边说一样 对 OK 好 那我们对你的故事也比较感兴趣嘛 对 那么你就跟我们讲一下呗 好的 这个这个故事的我看到你们今天发的推送是说身边变化最大的朋友别人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变化最大的不是别人是自己 那也可以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事情发上去了 好 没问题 嗯 嗯 那个就是怎么说小的时候就是自己比较这个这个感小 然后就是经常受人欺负 然后后来青春期之后就是性格突然间就变了 然后就是胆子越来越大嘛 呃 然后后来就就没有多没有想太多就开始正常的谈恋爱 然后上学 然后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就是性格上就会如果有人欺负啊就开始会跟人去打架 嗯 甚至会去反抗的比较厉害 嗯 然后身边的朋友那时候就会说哎 从你变得越来越暴躁了 嗯 这是这是开始 然后后来就是工作参加工作之后就做会计嘛 嗯 嗯 然后嗯 不幸卷入到了一个家族纷争当中 嗯 就是他们整个家族是做一个集团嘛 嗯 然后呢 这种家族企业 嗯 嗯 然后怎么会你会被捕 最后就是很不幸 啊 为什么你会被捕啊 就是因为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 你是 我问一句啊 你是因为知道的多还是因为你的会计工作 因为我知道会计这个工作比较特殊吗 其实跟这个会计工作特殊性 我最后发生事情跟特殊性没有很大关系 主要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 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太多了 别人其实想办法把你给阴掉 让你进去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因为就是你会 因为最后出出事情会牵扯到很多方的利益 然后知道最多的人肯定是要被灭口的那一个 就参考人员的名义里面的那个会计就可以了 那结果最后也是有幸无险没有进去的实际上是吗 在最后再经历了被就是拘捕提审 然后那个最后成为了污点证人 这段经历真是 这个经历真是一般人不会有 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段经历给自己造成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确实是 然后就是家里面一直会觉得 哎呀你现在已经把工作干成这样了 那你就不要自己再去找工作了 还是听到家里安排吧 对后来就是在家里面安排工作嘛 就会觉得稳定一些会好一些 然后就过上了就是朝九晚五 然后没有任何忧虑的生活 然后你这个后面这一段是怎么 谈了三段恋爱 然后那个九个什么之后 这一段是怎么回事 从职业剧突然就变成情感剧 后面就变成科幻剧了 伦理剧 哦那个这一段转折 呃是这样的 嗯就是小的时候嘛 大家谈恋爱我也在谈 然后发现 渐渐的发现 哎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 都是分开了呢 都是那么不好的呢 嗯然后呢 后来就呃就是就有一段时间 大概有两年左右吧 没有找到一个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对象 嗯然后呢就出现了嗯 那剩下的那九个人就陆陆续续出现 嗯然后呢 九个人 结果但是 嗯对大家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如果超过五个应该一般人的话记不住了 这声音还是有点远 学会计的对数字比较敏感 哎好九个之后嗯嗯 这个话这个部分不用展开吗 这不是你们最擅长的 哦就是就是那个 九个一个一个 早上九点 哈哈哈哈 啊来我就我我来我来顺着这个李珠来来给你展开一下 稍微展开一下 就你你你你是先谈了三个恋爱是吧 对对 然后就是觉得觉得哦 这个谈恋爱不行 这最终都会分开 然后你就绝望了是吗 并没有绝望 就是说就感觉最重要的还是过程吗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对吧 就感觉好像大家目的都差不多 嗯然后只是呃既然精神上的交流已经不多了 那就那就那就直接一点了 对不对 physical 嗯那那这个我我我稍微讲一下 那九个也虚微有点多是不是 那是这在哪一段多长时间之内 两年之就是两年中间陆陆续续的出现 然后就是有的人嗯能力强一点 然后可能就多出现几次 啊嗯你还真是会计 哈哈哈哈哈哈 行嗯大数据大数据大数据 对然后那个就是那那咱们也不多展开了吗 就是你你你经过了九个还是什么 然后就是最重点的就来了吗 对对我们也特别不理解 对对不是能理解 但是呢想知道就是这个过程 对对能理解是能理解 其实这个应该是跟先天也是有关系 然后只不过是我发现的比较晚一点 哎小的时候总觉得哎我跟这个小姑娘比较好 然后那我们就是手拉手做好朋友 然后呢只是感觉有点奇怪 但是只是觉得嗯这是好朋友 不会是更多因为不懂 我真正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有就是LGBT这类人的时候 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嗯那时候还不敢相信 真正明白这件事情 是已经是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才明白 哦这个具体的关系啊事情啊是怎么样的 嗯 就中间有一些女生关系很好 有那么两个女孩子 然后关系处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了 然后后来就是嗯就可能是差最后一层抛股纸了 但是因为自己也不知道也犹豫也不懂呀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是吧 因为身边我有一个跟我很好的gaming 让她的路走得非常的艰辛 然后她就明确的告诉我 你不是你不能选择这条路 你就坚定的按照正常人的方法去生活吧 否则你走不下去的 然后就是一直在她的这种蛊惑下 我就我就坚信嗯自己是正常的 嗯自己这个呃一切都是取向是正常的 不是弯的 但是没有啊 就我觉得弯的不是不正常的 对对对我也不是说 不正常不主流 嗯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嗯就在去年的时候 嗯然后呢在就是在我平淡的生活进行的真的是 我的生活已经平淡了呃平淡如水都不能够比水还要平静 你九哥过去了 你九哥过去了肯定同病啊 对平淡如 至今有九九八四一难差不多 对平淡如冰了啊 嗯对对都冰封了 然后哎这时候出现了一个 与神样的姑娘 哎呦 一样子就见我 她是坚定的知道自己是 对她是一个她是弯的 然后呢 在就是坚定的告诉我 我喜欢你 嗯然后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然后我就小鹿乱撞 就是在质疑 曾经也质疑自己 哎为什么会不会是呀 然后自己也犹豫过 然后自然那时候想 嗯那我就试试吧 这个抽 只要一试就 这才对 这才对 对然后发现 真实的自己是这样 然后就就这一年以来 一年多以来 就过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 OK 那我们能理解 但是你是之前 其实大概有一些感觉 但是就不敢承认 最后来了这么一个 女神级的人物 让你正式的就觉得自己 这样是 其实还是幸福的 对对没错 没错 所以现在还在一起是吧 对非常好 因为现在就是 因为都在这个年纪上 然后身边的朋友 都开始陆陆续续的 结婚生娃 然后我们也在考虑 要不要出国 然后那个也在考虑 包括那个台湾这边 现在已经通过那个法案了 对 然后就觉得 是不是可以让自己 有一个更仪式化的东西 然后让家里面呀 或者是大家可以 就是把它摆到一个 更光明的位置 也在考虑这个 我有个特别 特别 特别不好的问题啊 也不不好 就是你们 你们现在有 有那个出柜吗 公开的 对 身边的朋友 都有知道 但是对于 他的父母来说 可能接受起来难度 会特别的大 这句话是什么 就是他的父母 那你是你的父母呢 你的父母知道了是吗 我父母这边 对 我父母这边 他们就是你 只要幸福开心就好 你找一个什么样的 现在是有这种家长 现在这样蛮多的 很棒 很好 很好 就只要是 可能他的父母那边 需要一个 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去 去让他们接受 不管怎么说 祝你们还是幸福吧 百年好和 对 谢谢 谢谢 祝女神 你说 女神啊 女神啊 我也不愿意 她弯了 不是 我这种可以的 对 就是 等会 你为她弯 你不用为她弯 不是 我可以 你这种为她去做变性 不用变性 我可以是那种 叫什么 跨性别啦啦 就是我认别 就是我这种能够 我是一个女的 然后我为一个女的 我还是喜欢女的 明白吗 对 所以我是弯的 两个层面 你说这就是 只要是女神 怎么样她都行 变形金刚 是一个目的主义者 变性金刚 主要是女神 讲的是那个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是有一个心理的 是 有有有 这里面就分好多层 跨像别 跨像别同志 对 很复杂 还挺复杂的 你还在吗 我还在 我还在 我想知道我的故事 是不是今天 会不会是 变化最大的呢 其实有蛮多变化大的 就是变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对不对 对 各种各样 其实你这个属于找到自我 对 对 好 谢谢 很喜欢你们 超级喜欢你们 确实是 不客气 不客气 一直在停 ok 以后也多听听日谈公园 哦 谢谢 谢谢 ok 虽然没有我们帅 但是也支持一下 没你们帅 比你们老啊 至少 岁数大 对 谁别帅过 你老过吗 好 耿住了我 ok 那我们这边先挂了 谢谢你 好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你的分享 拜拜 再见 拜拜 我听他说的 就是他听他在表达的过程中 就真就是说 他说他原来的那些事的时候 他感觉就是 还真的就是情绪就带回去了 对 就是他在讲原来的时候 他真的表现出那种不太开心的样子 对 当他说到他现在那个时候 就明显感觉到 他是在笑着说 对 就是真的很幸福 我这点感觉真的让人 特别好 感觉好啊 对 那种单身的人羡慕不已 他前面说啥了 我刚刚上厕所 回来 对 上厕所 迷路了 对 前面就是也是一个 就是像从小孩子 然后到青春期 然后到成年 然后再到工作当中 经历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踏点被抓 对 然后这一些一系列的改变 但是重点还是 直到遇到了他 重点还是最后这个 对 可能之前那些对他来讲 就确实是不美好 不能说是不好 就是不美好 OK 那那个咱们这个日主再来一个 行 那也是今天那个 我们这边的最后一个 对 最后一个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后台的一个留言 他投稿一个故事 他说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切题 他讲的是他 他爸爸失忆的故事 我们做粉丝都这么惨 这个 他说是14年的时候 他爸爸因为这个意外脑损伤 脑出血 然后伤了神经 然后失忆了 然后治伤就变成了一个小婴儿的一个程度 然后到去年的11月份 他感觉是恢复到三四岁的小孩的一个程度 然后就突发脑梗 然后又失忆了 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婴儿的状态 他本身他说这个说的故事不是说在比惨 然后他自己也没觉得所谓的特别特别惨 他觉得他父亲的状态还是挺快乐的 因为有他的妈妈在照顾他 他其实想表达的几个东西就是 就是真实的一种失忆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们老外影视作品里边看谁谁失忆了 但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就是可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咳嗽一声 然后他就醒了 对就那种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爸爸两次失忆谁都不认识 但是因为他妈妈对他好 然后他这两次又几乎只跟他妈妈这一个人发展从感情 然后依赖他信赖他 然后就是甚至会逗他妈妈开心 他觉得这种感情本身还挺感人的 然后另外就是在他爸爸第一次得病之后的恢复期间 然后他自己就是去照顾他父亲 把他爸爸从婴儿到幼儿的这个过程 然后经历了一遍 他觉得就是很奇妙甚至有点美好 因为自己其实就这样被爸爸去照顾大的 对然后他最后也有一个小小的疑惑 这个我就不酿了 可以听到本人来跟我们来交流 好吧 那我现在打给这位朋友 留下了一个悬念 对 Coco Banana 喂 喂 哈喽 杨阳老师 我应该说是我吗 是我吗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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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老子 然后今天我们是在杭州 日常团人和跑火车电台一起合作 Coco Banana打电话给你 然后现在坐到身边的是 这个跑火车天团 江泽虎包邮 江泽虎包邮 这个随便说 哦 是我吗 对 然后还有李叔 各位老师好 嗯 还有李叔 李叔老师好 李叔就成老师了 好吧 杨阳是我的应该很熟的听众 对 然后怎么样 现在还没睡觉这么晚 小朋友睡了是吗 正好要睡了 嗯嗯 你刚生了小孩是吧 对 小孩叫小宇宙了 还没生 还没生 不是你啊 对不起啊 没有 老师又 我错了 不是 是我 那个六个多个月了 小宇宙老师还没生出来呢 还在怀着宇宙呢 对对对对 我还以为他已经生 六个月的宇宙 没得呢 很快了啊 很快了 好的好的 今天看到你的那个发来的消息 我们还挺震惊的 因为觉得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故事 对 都是在电视里边看 对对对 初说过没见过 对 两万五千里 我们刚刚在节目里 把这个大概的故事跟大家说了一下 对 然后现在就由你来跟大家把这事详细的来讲一讲吧 好吧 嗯嗯 然后你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啊 不用 你不需要讲两个小时 嗯 就主要说说这个变化了 嗯 就是嗯 说一下他这个 我我碰到的就是我爸爸这种失忆的这个 嗯 这个变化还挺挺奇怪的 而且电视剧里也没养过这种的 嗯 他不光是把身边的人忘了 东西也忘了 他连鸡蛋都不认识了 就是这种 嗯 就根本就没有知识了 对 就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就没有清零了 是吗 嗯 对对对 就精致整个就都没了 不光是认知 然后就是 怎么说呢 整个智商也没了 表也不认识了 嗯 等于说因为我们这些微影视作品上看到都是说这个人生活上没有任何问题 生活能自理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不认识人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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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爸爸想像东西就完全变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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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状态了 但是但是他的语言能力还有是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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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张嘴就说普通话 然后后来开始说千金话的时候 说的最多的其实都是张话 张话大家认识要三课 然后感觉跟这个世界要连上了 然后再后来的话话能说 但是很多东西他不认识 有的话好像也不太会说 然后后来他除了失忆 他在后来的恢复当中 他也是比如说昨天的事 我今天就忘了 然后还在不断的忘当中 就有点像那个电影是吧 对他记不住什么事 后来慢慢的他能记住一些 跟他特别有关系的事 我想打肖威有个问题 就是他所有的认知 不是说他想起了以前的事 是他重新记住了现在你们告诉他的事是吗 对或者是他选择的记住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 他现在也不能完全记住 就是他等于他原来的记忆完全就消失了 没了就没了 对对对完全就应该 应该就是当时大夫讲的是 他就是那块神经他达不到了 就是好像是通往那个记忆的那条神经就断了 这个不可逆的死伤 他就再也去不了那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他在记忆深处吧 能记得我大姑 我二姑 我两个姑 能记得这两个姑的名字 他能知道自己 他知道作为一个人 他有爸爸有妈妈 然后他大概知道吧 他有个闺女 大概知道 但是他就不记得 但他不记得他有老婆是吗 也是一阵一阵的 这个按他第一次得病来讲 他还都记 他也不是都记得吧 就偶尔会记得 他就是有的时候能记得 他有个老婆 大概叫什么名字 有的时候你问他结婚了吗 他就说没结婚 这还知道结婚什么意思 对还能理解 对能明白 就是有的意识里面的东西 你一说他好像就知道了 有的不知道了 比如说那个馒头豆腐 他知道吃 但是他知道那是个吃的 但是你问他 你吃什么呀 他不知道 其实很像小朋友的状态 不知道 人还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想想你真是 你这个心态 自己是怎么调整的 就是因为先面说这事 感觉还挺轻松的 因为他是从一个挺严重的 慢慢这样恢复起来的 他一开始就特别像 一个小行 就是你只要你照顾他 就是这个人们就好像 真的是你看着他慢慢长大的似的 他一开始你只要是 你能就是管他吃喝拉撒 他就挺高兴的 然后时间长了 周围照顾他的人 比如说我妈 我还有那个当时有一个护工 他就觉得 你们对他好 他就知道信任你 他虽然 他不认识这三个人 他就觉得这三个人 好像对他是善意的 但是他 你今天跟他说 这是你媳妇 这是你闺女 他明天又忘了 他每天想起来一个什么名字 就喊我妈 比如说喊我妈村长 村长也有 我妈老王 老王也悲 他突然就想起来一些词 就这么喊他 大姐 然后就什么都喊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他就有这个 信任了 然后慢慢的 可能也就是 就第一次得病之后 慢慢的也能恢复一些了 也懂一些事了 就像一个小孩 从小到大一样 他慢慢懂了 那他除了对自己信任的人 对自己不认识的人 他是保持一种 所谓的防备状态 还是一种说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有那种防备心吗 没有 应该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或者就像他这个人 我觉得他整体的性格是没有 就是大概的性格是没变的 家里来人的时候 他就在屋里装睡 他就赶紧闭上眼 你怎么喊呢 他就不睁眼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对 说到你爸 熟的人 或者他能感 或者他强烈的感觉到 我妈喜欢的那个人 因为他慢慢的 他都信任我妈 他喜欢我妈之后 他想去讨好他 就为了让我妈高兴 他就觉得 就这个人对他最好了 我得让他高兴 要不他不要我了怎么办 他不得我好怎么办 他真的有这种表现 那就很像个小孩 然后后来 结果后来就恢复到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又出现了一些意外 是吧 对 就是本来已经恢复到 能大概能 就是能记住我 我妈这几个人都能记住了 也认识表了 会打手机了 就是我和我妈给他打电话 他知道接了 然后 哦对 最搞笑的是 他会玩斗地主了 这个厉害 最厉害了 所以应该比得上 出几个二发狗了 太牛了 我们就感觉到 他能造一个 三四岁的小孩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挺好奇 就是你蛮蛮状态的 因为 虽然你说的挺乐呵的 但如果换成我的话 我肯定还挺颓的 因为好不容易让他记住点事 然后一转眼又给忘了 然后甚至连我这人都忘了 就好像那个电影 那个出两五十次一样 就是每天都要让这个人 重新爱上自己一次 所以觉得是挺辛苦的事吧 至少 其实还可以 因为一开始 就是还是说 我们整个对他这个状态的 就是第一次得病的时候 因为是太严重了 心理一期比较低是吧 这个样子 对对对 就觉得 其实说的那什么一点吧 你植物人好很多很多了 我们就觉得还挺可爱的 他慢慢在长大 是一个 但是接着做病之后 我觉得我们在心理上 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不是那么好接受 因为就是 就你的努力半天 然后结果就没有了 白费了 对对对 他脑栓栽的时候 你看着他 就是他可能睡一觉 再醒了 你发现他不认表了 就坏了 他原来负100以内的加减法 可能大夫再一问他 他真的就马上就只会10以内的了 然后当时对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害怕 特别怕他那个变回去 因为就觉得 因为原来都是一个变好的迹象中 所以大家觉得 就有希望 然后结果一下就回去了 然后他现在呢 现在会不会怎么样 就是 现在的话就不太好 还是一两岁的样子 就是为什么说他一两岁呢 就是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他现在也知道跟我妈好 但是他只跟他一个人好 而且 都不跟你好 一般般 我跟两位的时候 我妈才跟我好的 这个词用的好 然后 就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为什么就是说呢 他只想我妈跟他玩 或者是他想全世界都只跟他玩 什么孩子的状态 我们家没有人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他们怎么不来呀 他们怎么那个 屋里都坐满了 人吃饭都好啊 人一来呢 就不可能一直跟他说话 然后人家都自己说自己的 他就不愿意了 他不愿意 不愿意被冷落 对对对 小朋友不就是哭吗 他就是骂断话 对对对 就感觉就是 你们必须都得听他的 是跟他玩 你不跟他玩不行 这很多时候 我到现在都是这样 你到现在 你到现在 你也不记得昨天的事 咱们那次不是说 那个变化吗 然后 因为我觉得我爸 他就是整个人的那种 就是 他原来是一个 特别不爱说话 就是 特别不会表达的一个 就是特别典型的那种 男的 沉默的中间人 对对对 就比如我妈 很传统的 他知道我妈 不舒服 不舒服 看病去了 回来都不会问 我哪天刚考 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也不是说 他心里没你们 或者说是他 不善表达 他可能最多 就只能表现出那个样子 而且他可能觉得 表达有点丢人 对 他可能真的就不会 他心里 他看过电视 他觉得电视上 人家那样子 但是他自己 表达不出来 然后 他得了病之后 他就都会了 比如说 他最早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是那个 他第一年 因为是第一年 是九月犯疾病 单病 然后那年过年 因为我 我结婚了嘛 我也不能在家里 过了 我就那个 我就去我老公家 那个过年 然后我妈 我可能就觉得 家里人比较冷静 然后一看 就觉得比较惨 然后就哭 然后我爸就 躺旁边 我问他 那个 你哭啥呀 你想你老伴了 老伴 老伴是谁呀 在这儿呢 老伴在我们那 就是那个 那个你老公的意思 对对对 不是 那你爸说的话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是 他知道自己是老伴吗 他不知道我 对 他知道他能说这话吗 他村长了 老王 然后他有的时候 他 现在我妈 要是出去看病去 跟他说我出去 拿点药去 他回来 我爸还回来会问他 说那个 大夫说什么了 你吃药了吗 给你开药了吗 我妈说 你爸正常的时候 二十多年都没放过 好不好 就搞得你妈还挺感动的 挺好的 对对对 然后有的时候 还卖萌 然后比如说 他有时候晚上想喝水 或者想那个大小便 然后还跟我妈说 哎呀 你看我这样多不好 麻烦你了 不好意思 然后就说的特别没什么 我妈从来就没听过这种话 然后还有什么 你反正正常说这种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 他特别逗 比如说有几天 我们家要来亲戚过年的时候 他晚上两点多 他叫我妈 他不叫他 他吹口哨 然后他两点多 他两点多去口上 把我妈去到他那屋 我妈问他 你睡不着啊 他说嗯 然后我爸说 你看你多累啊 你 我帮你干点什么活儿 他现在就是行动可以吗 他能走啊 或者什么的吗 不能 只能躺着 那是因为第一次得病 卧床了半年多 然后那个 就是肌肉会有一些萎缩 是的 然后 对 然后就是 恢复的后来也就能 几乎能走了 然后又得了第二次病 然后就有点半身不随 然后就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比较暴躁 不是老妈当话吗 我感觉他不适合走路 不适合走路 真是 刚才你说的 其实我一直在想 就是你在那个微信留言里 最后问那个问题 就是你有一个疑惑 说一个人失去了记忆 以及一切过去的能力跟技能 他还是他吗 对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想就是 见面你到底是觉得说 他依然是你的父亲 然后他变化了 还是说这个人 其实根本就已经不是你爸了 他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懂得 去跟你妈妈聊聊天啊 去关怀一下啊 会开玩笑的一个人 对 你自己现在是哪种感觉 我现在 我留完言之后吧 我想了想 我觉得吧 他还是我爸 而且就是 他就是一个 纯粹是我爸了 他不像我别的 对对对 他失去了社会的身份了 是吧 不光是这样 其实就是 前一段时间 我们家里 弄个装修搬家什么的 然后我妈就说 你看 就是 就有些小活 比如说 换一个窗帘啊 修修灯啊 修修那个插座 我妈说 你看你爸原来好的时候 这些活全都给你干了 然后 那我就想 他现在 那他是 就是 就跟 他不像别人家的爸爸 能那个 挣点钱 给闺女买点什么 不能给你干 这干那了 他什么都不能干了 那我妈还愿意 我和我妈 还愿意对他好 还愿意 就给他买好吃的 拿来当小孩一样 哄着他 我觉得 那这算说明 他是我爸呢 就是你 这是你自己的 自己对他的这种 感受吧 就是 对对对 就是我 我对他的感情 或者说就是 我 我愿意为他做了事 我 我依然觉得他还 挺可爱的 还 还挺好的 或者说是就是 就是第二次得病的时候 他要做ICU嘛 然后 我和我妈就特别 不想让他住 因为就是我们 我们会什么考虑 我们觉得 我们怕他心里难过 怕他以为我们不要他了 就是 特别心疼 特别提他想 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 就是 其实呢 对我们来说 可能还能 稍微轻松一点之类的 但是就是 真的就是 纯粹的就是 我们就是 就才能感觉到 我们纯粹就是喜欢这个人 想对他好 那他现在就是 一直在家里住 对对对 然后现在就是 每天还是我妈照顾他 嗯 嗯 嗯 行 现在时间也挺晚的 11点了 然后你早点睡觉 又怀着孩子 对对对 我们在这边也祝你爸爸 越来越好起来 也祝这个 好 小宇宙老师 小宇宙老师啊 在你肚子里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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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小宇宙老师也 相当于接受了采访 对 好 一下子采访 上了电台 上了电台 好嘞 那行 好的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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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姑娘特别可爱 这姑娘 那个我们 去年是2月30号 在北京有个演出 青年小伙 又被复出的一个男会 还和那后海大鲨鱼 然后一起 然后她当时也到了现场 她那时候还没怀孕 对 然后结果回去就怀孕 不是 没事 开玩笑 开玩笑 个子很高的一个姑娘 天津的 然后听她 挺乐呵的 听她的故事 我觉得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虽然她父亲受了很严重的伤 然后现在的整个行为能力也没有了 忘了很多事 但是我会觉得 对她来说 可能真的是一种重生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姑娘真的是性格乐观 对 其实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养一个一两岁的小孩 你其实就养一两年 其实你都会觉得 哪怕她不是一个成年人 她就是个小朋友 对 你都会觉得其实还挺麻烦的 睡觉睡不好 对吧 还得想到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也走不开 但是你看她的描述 到现在为止是没有一点点 就是说觉得埋怨的 没有一点话 反而在关注她里面很好玩的点 她每一点点的进步 对 是不是天际人天生的那种幽默感 就不敢说 因为这个应该不是 因为其实平时我 不能那么说 平时我跟她 其实交流还挺多的 就我感觉她的确是一个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 乐观的 对 她很善于在生活中 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点 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 对 我们讲这个东西 你会听得特别感动 因为比如说 我们平时去讲感情 或者讲爱情什么的 就是因为 这个东西是特别特别自私的 你永远都想要 对方的世界里只有你 对 但是实际上在实际操作中 这不可能发生 但在这发生了 就是她爸的世界里 只有她妈 她妈的世界里 应该也只有她爸 对 就是在这实现了 我觉得她也讲出了一个家庭 或者说一个 一个一辈子的爱情的故事 就是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抛弃 而是不离不弃 对 就是你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离开你 对 然后而且我还要再跟你 就是产生互动 然后我要让你重新对我产生爱 对 对 我觉得她那个 之后也讲得挺好的 就是为什么是我爸爸 不是因为你 给我买房 给我装修 对 所以我就是你这样子了 你天天她的传送 我也愿意对你好 你就是我爸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还是我爸 你还是我的老公 我还是要照顾你 哪怕你叫我村长 叫我老王 哪怕把我当成隔壁老王 我还是爱你 对 其实这个故事 我就跟刚才那故事 正好是一个相反 正好是相反 对 就是说刚才我们讨论 因为我们之前 经常会有一些 就是属于那种 不讲道理的道理 就是说 父母肯定是爱你的 父母永远是 实际上最爱你的人 就是很多经历过的人 或者是自己见识过的人 我知道不是这样 但是反过来讲 实际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东西 其实也是有的 其实也是有的 其实她刚刚讲的故事之中 我一直在跟她开玩笑 倒不是说我觉得 她这个情况 有什么好笑的 其实我是被她的 她那种感觉 乐观感染 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是我是她的一个朋友 或者他们家的一个亲人 我觉得最好的表达方式 就是跟他们一起开个心的 说说 她今天又学会这么东西了 或者她今天又把事给忘了 哈哈哈哈 很好笑 真的 因为我们每天炒面苦脸的说 哎呦 这 咋办呀 焦了也白焦了 怎么办呀 以后要是 要是这个 这个年纪大了 没人管了 怎么办 今天想这些事的话 那你日子就没法过了 对 所以其实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 说很多影视作品里边的 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失忆症 对 我不知道那些编剧 有没有 就实际考察过真实的情况 但是这个 这个是其实还有原因 就看你大脑损伤的那个部位 对对对 它那个是部位的问题 我觉得它应该伤得真的还挺严重 因为我 我之前看电影会就看一些猎奇的东西 可能就是 你就喜欢这些 可能这个 咱们的听众这个问题 它就是那种真正的结构性损伤 就是导致你的认知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就是它整个这个故事 其实我感觉 你要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可总结的 我也没什么可总结 但是如果把它 就是 比如说假如拍一个电影 对 他的父亲从小跟他怎么相处的 然后一个沉默的男人 然后沉默的对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女儿 然后有一天得到这样的一个病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像小朋友一样 然后特别活泼 又很外向又很说话的一个人 哪怕这个故事 他不需要讲任何的道理 我会很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我觉得他是能够打动我的 我能感觉到 其实到最后就是爱 他有温情 有爱 就可能我们一念这个故事 觉得我有问题 生病了 然后失忆了 我好悲惨 对 整个听的过程当中 你就觉得 温馨 其实有相当一大部分 因为不是这个 相当一大部分的人 面对父母老去之后 患上老年痴呆症 相当一大部分 爸妈就没记醒了 我回家是我楼下的那个不过 因为我是谁认不出来了 从来到带我一起玩的那种伯伯 这谁叫不出来我名字 知道我是谁 名字叫不出来 是 就这样了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从他身上来讲的话 可能是一个意外 但是如果 比如说我们的年纪 再过个二三十年 也许 也有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就以前你父母 可能见到你都有点 不知道你是谁 我们怎么去 以这个 怎么去面对 去去面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们真的 想当挺细的 甚至比如说他提到不愿把他罢 对外ICU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是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父亲也曾经住过ICU 在协和医院 然后当时我的 反正就是想方设法 让他能住进去 尽管把他那个问题解决掉 因为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手术事故 当他已经被ICU 相当于是脱离了危险之后 然后我去跟医生沟通 我说你 就是 我觉得他现在还需要住在这里边 因为当时ICU其实是 已经 封闭的 是满床了 所以那是在地上 跟我爸支了一个担架 他就在一个担架上 就是就躺着 但是能受到ICU级别的照顾 然后医生就过来 就出来跟我说 我给你讲道理 第一 你父亲来的时候是很严重 但现在已经不严重了 有很多比现在的他 要严重得多的人 还在外面排着队 他如果不出去 别人就进不来 第二 那个医生还真是挺好的 他带着我ICU门口 就看了一下 你看这个 在床上已经躺了半年了 只能靠呼吸机 那个如何如何 而且很多人可能就在ICU里边 他就离开了 对 让你父亲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自己的心情也不会好 他会觉得自己很严重 所以基于以上两点 我觉得他出去比较好 然后我就觉得 说的挺有道理的 对 所以他们家属 所以能够主动想到这一点 对 如果他父亲那个状况 住进ICU的话 真的会很不开心 可以想象 对 所以这个故事里边的 其实很多的 很多细节挺大的 都很真实 其实最后我还想说一个 就是关于表达的这件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比较善于表达情感的人 我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去体会到一个人 喜欢另外一个人 但说不出口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敢说我知道 或者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觉得 我喜欢一个人 我会告诉你 我很喜欢你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跟你在会儿 我很高兴 但是 你怎么没对我 没对我说过 你不是很善于吗 因为我不行 但是我真的是会觉得 如果大家 不是说一定说不出口的话 能不能试试看 我觉得就是 很多时候 这种爱的表达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让 你爱人知道 你跟他说 我很喜欢你 喜欢和你在一块 像他爸 原来不会说这些话 但是后来他 有了这些事 他就能说出这些话来 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然后我也会希望 大家不要 做自己 让自己后悔的事 有的时候 你真的说不出口的话 能不能再试一下 我不知道我这话 说的是不是有点 站着说话不摇头 因为我自己 不是那样的人 但我真的是希望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来自别人的爱 这个是一个 非常温暖的事情 好 OK 那我们今天 最后个电话也打完了 OK 那我问一下你 叔和小侯总 怎么样 第一次现场coco 说实话 我这次来之前 其实挺紧张的 因为我到现在 加在一起做了 可能也有三四百期节目 但是没做过这种东西 对 因为我做节目 最开始原因是 因为我有话想说 我有说不完的话 以及我 可能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有趣的朋友 我想通过我 来引导他们 说说他们的故事 但是真的是说 让听众来说故事 而且完全我 没有心理预期 我不知道还能讲什么东西来 这个我其实是挺害怕的 对 所以来之前 甚至我自己 都准备半天 万一大家要说不出啥了 你怎么顶上 我得兜底啊 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些 什么我的朋友的改变的故事 之类的 看有没有机会讲 但实际上真的 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 我自己发现 其实超出我预期的 对 就是说 虽然每一个人 讲故事的能力 未必说有 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很会想 有的人可能就是 他只能把这个事情说明白 包括你们之前的那些 可可 我也听过一些 对 也有一些就挺听不下去的 对 但是我 但我会觉得说 通过这样一个 这种交流的方式 然后去了解很多 我生活之中 真的 接触不到的 对 人脉像我这么广的人 都完全接触不到的人 去听他们的故事 包括一些心态吧 比如说自己的朋友 变成明星 自己的朋友 变成了大块 他的整个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会让我有很多的 思考的空间 对 就好像说 年纪大了之后 作为一个年纪40的人 其实平时不太有那么多机会 面对面呢 去接触到一些 比我小个十几二十岁的人 跟他们聊 他们的人生或者故事 这个形式 其实今天给我感觉 还是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侯总内 回去我们也搞起来 是吧 没有了 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当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 听到大家来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各自心里面想的东西 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对这个事情的观点 然后去表达自己 对这个事的看法 这个过程让我感觉特别好 就是我能够 听到你们 大家对这些事的看法 然后我再想想我的看法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想法 他不见得那么的完整 客观 对听大家一起来聊 脚都不一样 大家一起来聊这个事 我就会觉得 让我整个视野就变宽了 就像我们刚才在拍照 用一个鱼眼镜头 就那样 把所有人都拍进来了 这个过程我特别享受 第一次跟你说 还有我们侯总录节目 也是我们第一次的破次元 你们感觉怎么样 我们感觉还是比我们能聊 其实我觉得这种变化 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们说实实 我两个节目之间次元破了 就Coco这个节目 就是把我们录音的 这个环境次元破 对对 比如说你把听众 给拉到你的节目里面 然后你去听他讲故事 对对对 但这次录节目 还有一个更好的变化 就是你会发觉 我们的听众 就是讲述的故事 跟他们的听众 确实不太 也会有不一样 对 就是我也这次里面 听到了很多感动 因为我们之前的听众 可能我们的听众 会更多的讲述 偏年轻一些 对偏年轻一些 会讲述一些更情感 更释放自己的 这么一些故事 但现在就是 我觉得听到了很多 让人感动 或者沉淀下来的一些 像刚才那个诗意 真的是听到你 就特别细腻 然后你就会特别感动 以前真的没有过这种 特别好 还蛮期待 也特别好的变化 下一次还能一起录 对 对 你们那约炮 其实我也爱听 什么我们不只有约炮 没有别人 我也信 我跟你说 你们在点击那么多数量里边 有我们俩贡献很多次 真的 我刚才 我今天跟他吃饭 我还说 我说你们有一些 有一姑娘 说他十几岁的时候 跟着飞机的男同学 去一个训义中心 去干嘛干嘛 对 当然我说这个故事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觉得那帮男的我评价 但那姑娘 我相信她会成长为一个 就是整个人的这个 心里很茁壮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她整个状态 其实是 成了一个妈妈嫂 我可以说 就是因为我们又天天 有这种感应 所以我们的听众 都培养成这样 我们要反思一下 反思一下 多跟日谈合作 别人文化节目 做的那么好 对不对 多学习 对 咱们也counter起来 对 OK 那最后来搞一首歌吧 反正李苏他们节目有传统 一定要放点题的音乐 提前她也选了很久 对 这首歌 就给 勉強给他们放一下 勉強给放下 老人家的歌 不希望你可以拉掉 拉掉 来 那我放了 这首歌来自于雷光夏的一首 点题的歌曲 就叫做 他的改变 OK 那我们听这首歌 解释的节目 好 谢谢 然后感谢 跑火车电台的热情款待 还没款待 再款吧 提前 提前感谢 对 因为我们就等着那顿饭子一会儿 OK OK 那我们 这节目 最后说一下 这节目 我们是两个平台 都会有 对对对 在日谈 在那个跑车 对 然后在我们的分别的微博 微信都会有推 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 帮我们多多推荐 对 然后也非常的呼吁 两边的粉丝 大家互粉一下 对 互粉一下 都来听 这样子我们 听动数就顺接成一二 对 对 然后跑火车的听众 大家也可能 多接触一些文化类的节目 对 当时很听众 也能多接触一些 野野文化 没有 好了 我们两个台的logo 都是黄的 不用说 对 统一色 特别人统一 对对 OK 那跟大家说再见 对 说再见之前 因为我们还会录期节目 一共这是此次破壁 破次壁有两期 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 下期节目 好的好的 OK 大家听这首歌 然后我们说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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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有了改变 因为我们不乖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装如此真实 回忆如此虚伪 你几回他经历的世界或探索 他已展开的边界清晨苏醒之后 故事有了改变 他已有了改变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